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执行四项建设处公务处业务执行及答户执行议员 杨振成议员 陈吴山议员 黄建勇议员 张秋明议员 杨顺穆议员 陈俊宁议员 吴宏某议员 陈杰宁议员 邱嘉敬议员 林叶贤议员 陈孝敏议员等 答户仍然 陈处长春秦 林处长国民 李科长风政科党起志 许科长敏雄 其他事项建设处公务处业务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的事项 令入降儒附建并行务现中办理 三论中午十二时 以上 好 各位同仁 室里有没有见 没见 我们准备备查 好 那我们下午继续 公务处与建议处的咨询 现在请两个单位 处长以及所有人员 列席包台 首先我们邀请薛陈毅议员 谢谢主席 我们两位处长 还有所有的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想先请教一下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业务是未来会归任在我们的建设处还是公务处 但是我看目前的部分应该是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建设处 就是有关房屋间接的部分 因为现在土壤异化部分也是我们建设处这边的单位在负责做协助 那我首先想先请教一下处长 目前我们土壤异化工作站也开始有一些宣传让民众知道跟了解 那我请教一下现在土壤异化这个工作站 跟民众来做一些调查跟参与的互动状况如何 那目前有哪些成效 请处长简单的说明 谢谢 好 请答复 有关于土壤异化工作站的部分 那在中央公告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成立了 那刚开始的部分大概一天有十多位的民众会来打电话来问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其实就已经大概是没有民众再打电话过来询问相关的事情 那我们相关的资料在网站上也都有 那现在因为在土壤异化这一块其实宜兰县本来就很多的地区是在这个异化地区 不过早上跟杨议员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工程上其实都已经有相关的一个处理 那民众对这个部分也非常的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现在咨询站的这个部分虽然有成立 可是这个民众询问的状况并不是那么的多 那有关于房屋见解的部分分两个 一个是出贫 一个是享贫 那出贫的部分呢 中央的这个相关的经费已经准备有下来 那出贫的部分是全额由中央来做补贴 那享贫的部分呢是中央也会来补助 补助金额最高上限是30万 然后补助的这个比例是最高比例是45% 那后续的部分大概在年底左右会公告做整体的一个评件的部分 好 我了解 谢谢处长好 中央请坐 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发现我们房屋见解的部分 其实一律就是官方现在带来的回应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要等中央的补助 然后再去设定一些相关的方案 那也谢谢处长刚刚提出了 先提出了两个方案的可能性 出贫跟享贫 那我其实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 据我自己的了解 其实我们好像还没有预先去盘点 究竟现在20年以上 或甚至31年以上 40年以上的老旧房屋的屋况 而且有多少的数字 那因为像土壤移化这件事情 其实民众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就是土壤移化因为有一个浅示图 浅示图的部分 当然即便它还要细致去收敛讨论 究竟我家是哪个区位 以及是不是那么的精准 可是因为这样的浅示图 使得民众比较清楚感觉到 跟自身的关系 以及自身权益要去捍卫跟照顾 可是在房屋见解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事情是 一直都没有相关的消息 去露出让民众一些意识 我想要提醒我们的处长 即便有预算下来 我们才能办相关的见解的行动 的工作跟行动 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 优先先做一个 就是先盘点这样的数据跟数字 然后主动的来去通知民众 应该在他能力范围内 看是要是出品还是商品的方式 来去后续做一些申请 或是了解自己的房屋状况 我必须说 有很多民众 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家的房屋 或是自己房屋的区位 是不是有那样的危险性跟需求 那我们政府要等到后端 就是民众主动要登记 要去见检才要做吗 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合适 尤其最近 宜兰地震真的很多 应该说从以前到现在 东海岸这一带 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关系 所以我们的地震相对都特别多 那地震那么多的一个区域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更主动地 邀请民众 甚至于要求民众 应该去做房屋的见检 而且这个房屋见检 可能还不只是房屋本身的见检 甚至还可能搭配到 我不确定是不是建设处 可以继续执行 或是跨局处室 譬如说消防局或其他局处室 室内的装潢跟房屋的摆设状况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自己在地震的预防的时候 不断地在讲 不只是房屋的问题 房内的陈设也很重要 那房内陈设或房内的设计 其实跟建筑本身也很有关系 是不是这件事情 也可以纳入我们在房屋见检的时候 优先以预防的角度 去协助民众的一块 这个再请我们建设处这边多照顾 那主要呢 还是希望我们建设处 是不是可以优先的去盘点 至少二十年以上的老旧房屋的屋况 有多少的数字 分布在我们依然现见哪些乡镇市 甚至未来 当中央这笔款项下来之后 我们有没有去一个相关的工作计划 是去拟定如何通知这些权益人 跟这些县民 这是应该优先去处理的事 那是不是请处长简单回答我一下 有没有这样子安排的可能性 以及我们目前有没有做相关的政策的准备 好 助长请到 谢谢谢预言 有关于这个位于土壤异化地区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盘点相关的数字 那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89年以后 为什么在89年是因为921大地震之后 整个建筑技术规则已经有修正 针对土壤异化地区要做钻探 以及相关的工程的一个防护 那这个部分在这个建筑法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有相关的规定 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问题 那89年以前的公公众的一个房屋 就是也就是说是五楼以上的这个公共建筑物 五楼以上的这个住宅 跟公共建筑物的部分 总共是320几件的这个公公众使用的房屋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针对它如果是属于在土壤异化地区的部分 我们已经主动行文给这个相关的管理文会 跟这个部分来做 请他们针对这个部分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知道 我针对土壤异化部分 那请问房屋检检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处理 房屋检检的部分 跟议员报告 因为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 有些管理委会或有些民众 他会认为说 如果我们会公告这个资讯 因为有些人他尤其是这个管委会 他会有点担心他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 会影响到一些其他住户的不同意这样子 那我们会来尽力来做这个部分的协助 那其余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都是三层楼左右的这个房屋 那三层楼左右的房屋依照宜兰县 因为以前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个地震带频繁的地方 所以就我们知道民国大概八十多 八十一二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在做这个三层楼房屋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用法机的方式来做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用法机的部分 基本上在土壤异化这一块的部分 大概就是不太用担心 所以我们大概有筛选过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针对于这三百多个 尤其是公众使用的这个集合式住宅 我们会有主动的通知他们的来做这个部分的事情 这个部分指的是土壤异化 土壤异化跟鉴检 就是后续的鉴检的部分 对,后续鉴检部分 我们也会主动请通知他们来做这个部分的申请 好,谢谢处长 处长,你不断的去一直提到的是土壤异化 现在在相关的制度跟法规里面相对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那我还是关心的是这件事情 就是房屋鉴检的部分 因为我们行政单位常常因为没有 我了解行政单位需要依法行政 那有依法行政,依制度去行政 那可是我们不能够总是推托说 没有相关的法令或 健全的法令或是制度 而没有办法主动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才邀请我们建设处 是不是可以优先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比较主动积极的相关的搭配 以及应该要去编定的法令或政策或制度是什么 这个事情是非常急迫的事 土壤异化我们相信 其实之前也有人去提到土壤异化的部分 它其实还是跟比较细致的分区区位有关系 我们看到土壤异化的趋势图里面 其实应该还是要去细分说 有样同样的颜色或色块的区域 其实它还是有些差异性 那更遑论是每一栋建筑物 每一栋建筑物在每一块土地上面 可能产生的效应或是影响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这有才是建设 我们建设处应该去积极地去思考的事情 就是针对我们的房屋建检 至少像这样的统计的数字 主动的通知 是不是后续都可以去进行 如同我们土壤异化的工作站 执行的相对还是顺利还不错以外 而且刚刚处长你也讲到很关键 前阵子因为有事故 因为有事件的关系 民众会比较有热度的来参与跟了解 那我相信大概再半年 我们当然很希望就是田游台湾 不要发生什么大事 可是好 maybe这半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说不定再半年再一年 根本不会有民众去意识到或惯心到 我家是不是土壤异化的潜市区 我家的房子不知道会有问题 对民众而言 他可能会忘记忽略做这个工作 可是我们的政府应该还是要优先的去做这个预备 跟做这个准备 以及帮民众去保障跟建议他的生命财产 是不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积极去做的事情 所以请处长不要因为民众有热度或没有热度 而去决定这件事情适不适合做该不该做 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事 尤其像这样的灾害都是突然性的 每每到突然发生灾害或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回头来检讨 当初怎么没有做什么工作 当初应该先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都来不及 那就像您刚刚去提到的 宜蘭是一个多地震的地方 宜蘭是一个灾害相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更应该优先去做到这些事 谢谢处长 请坐 那另外我想要请教一下处长 就是因为之前在上一次专题报告的时候 也跟处长去提到有关 就是参与室审议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一直以来很多的空间的计划跟法令 其实民众参与的程度都不是很高 那我们姑且先不论民众参与度的不高的主动性的问题 也就是民众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状况 我们应该先试想回头去反省跟思考 究竟我们现在的空间计划去发布 拟定到发布到实施的过程 是不是相对不友善公民的参与 或公民社会的投入 所以我请教一下 处长我们现在在我们 比如说有任何的计划要审议的时候 我们会主动的去通知一些相关的公民团体吗 有关于都市规划或者是其他规划的参与室的部分 我想议员也非常清楚 其实如果就以前真的是就比较少了 在规划阶段 只有在公开展览阶段有通知到民众 不过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新的改变 包括我们现在做一些像五节工业区的一个规划 跟后续我们其他的规划 我们希望还有梅花湖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在这个规划还没正式定案 或者是刚开始甚至还没有规划之前 就跟民众跟地方来办这个座谈会的一个方式 那在规划的参与阶段的部分 就是参与室的规划是在后续我们应该要主动来推动部分 那可是这个会牵涉到这个规划的人力跟物力的关系 这个我们会尽量来做 可是审议的部分可能就会因为法规的问题 就是在审议的阶段可能就会有一些法规的部分 那这个参与室的部分可能还要 参与室审议的部分 那请问一下我们审议的部分在法规的限制是什么 请您具体的说 例如说我们在法规在审议的过程中 因为它这个像都市计划的这个相关的组织等等 它有一定的人数的限制 还有相关的规定 你指的是我们小组你的成员委员会 委员会 那至于说如果是要 那您觉得民众的参与就是一定成为委员会的委员吗 民众参与以现在来讲 其实它可以有时间来做陈述意见 可是个人认为这样子的陈述意见 其实还不是很足够 让民众可以充分表达这个部分 那旁听的部分现在也都有相关的制度 不过如果要到这个参与室审议 那我们会... 是,我了解 参与审议审议 它是一个相对性比较完整 而且是有一个规模的方式 但至少... 刚刚您已经讲到 我说民众如果说公民参与就好 我们先不讲那么深刻的字眼 先讲到公民参与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除了成为委员 成为委员相对有它的困难性 以及您刚刚讲到的成员是有一定的数量比例 可是我们其他相对积极 而且并不是一定要法定 或者是规模化的参与方式 其实还是有很多啊 我刚刚只是先问您一个问题说 我们的会议讯息会主动通知相关的公民团体吗 会或不会 有或没有 还是大概有大概没有 基本上我们在会议的部分 现阶段是没有主动参与团体 对,光第一个嘛 可是地主是通常都会通知 好,权益 难道我们永远都只有思维在权益人跟地主吗 当然空间规划跟地主有绝对的关系 可是难道这些空间规划 除了地主以外的人没有关系吗 他难道不容智慧吗 或是他没有办法提出相对的意见吗 这是其实我要提醒处长一件事情就是 我相信您不会觉得是这样 可是一直来我们的制度使得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这样 除非你是地主,否则你没有关系 但是只要是在宜兰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 宜兰陷境内的所有的规划案都会跟他有关系 尤其现在应该是大宜兰的思考去看待宜兰的规划 所以处长,除了相关地主以外 其实我们更应该要去主动的通知更多的相关伙伴跟团体 我知道我们县府有去做的事情就是公开在网站上 几天前会去公开公告 然后我们都有放在资讯公开什么的 但一样我心灵推头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民众比较相对没有参与 或不知道这些讯息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应该要把邀请民众来参与这件事情 变成主要的工作 是我们会锁定的工作 而非我把法定的程序走完 某种程度在这个法定程序内的公民参与有做到 我们就结束了 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公民参与 或者是公民参与这些相关的规划或者是制度的制定 都这样子的操作 我们自己看到的都是其实都非常的缺乏沟通 那遇到问题的时候 到时候官方说法的是 我们会加强沟通加强共通 可是加强共通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所以基本至少我们主动通知公民团体 七天之前把议程简报都公开上网 而且这个公开上网的公开是 资料的易达性必须非常高 现在我们的很多资料其实都很不好找 我们自己还要 我们自己光我自己都会好好的试试看 是不是可以透过我自己方式 在网路上的资讯公开找资料就找得到 其实还是很困难 从去年大会讲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资料很难找 必须拨电话到我们的局处室 然后才能做一些了解 然后知道在哪一页知哪一页 然后我们再找到相关的讯息 这真的都还是很困难 建设处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 提升自己资讯公开的容易性 再加上现在的网机网路的工具 其实很多 我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开发新的工具 利用现有的工具就有很多共享或是分享 或者是去公开的方式 这都是值得我们建设处去思考 或去调整的事情 那我们包含我们现有些委员会 或者是一些会议是否有列席 包含公民的列席或媒体的列席 有没有这些事情的友善度 会不会主动通知 其实这个都还是比较没有的 那举办更多的座谈会 甚至于公民的圆桌的会议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到本来的公开展览 或是本来的座谈会议 公民的参与 我相信有更多的参与式的方法 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某种程度 其实也可以要求 如果是我们自己建设处办的相关的计划 当然我们自己自身要求起 如果是委办的工作 更应该在工作的原则里面 却去列出来说 要求委办的单位要去做到的事情 这是我希望我们建设处应该更多的去思考 我们应该思考的事情是 怎么样让民众很容易 很愿意的来参与这些规划的内容 很愿意的来参与这些规划的内容 我们要去主动的去想这件事情 你才会想到更多的去邀请民众的可能 以及现在有一些突破跟障碍在哪里 那如果我们只是把现在的制度做完的话 真的不够 民众的参与真的不够 那每每到后端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 要执行的时候 或要沟通的时候 就至爱难行 那尤其现在的公民社会的转变 跟完全之前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还要造过去的那种操作 或是 就算不只是过去的操作 思维有改变 但实际在做的事情 没有改变的话 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出长 出长谢谢 请请坐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公务处 因为昨天在针对社会处的质询的时候 去询问到说有关社会住宅的部分 那他们提到说是公务处的统酬组 这边也去做相关的事情 那我请教一下 当然我了解京陵西村那个BOT或RT 那个部分是社会处去主折的部分 那我请教一下 针对社会住宅的部分 公务处这边 现在有目前有什么样的策略计划 或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是不是处长可以回答 谢谢薛议员的关心 那我们这边大概在有一个案子 在规划社会住宅政策的一个案子 那目前我们已经在执行的 当然就是租金补贴的这一块 那租金补贴大概每年申请的数量 大概是1300名左右 那不过早上科长报告 大概被核定的数目大概是900名 那其实 租金补贴是比较属于弱势团体的 低收的那一块 那我们调查出来 低收大概我们宜蘭县大概 推估出来应该是有5000多名 那这个感觉上是讯息有落差 还是我们宣导不够 我了解 村长我请教一下 您简单的回答我 什么样的人会需要社会住宅 以及社会住宅 现在常被讲的话 主要的原因是要针对哪一些人 帮忙哪一些事 主要大概是针对刚才低收的那一块 还有一些年轻人 他假设他没有能力去 那再来我就问您了 请问一下那些年轻人 请得到我们这些补助吗 当然不行 所以我们的社会 那有没有盘点 给我们现境内需要租屋的空间 需要租屋的人口有多少 我们现在大概这个案子里面大概社会政策大概有三个部分 有多少人 回答我就好 时间快到了 我们大概是目前大概应该有 其实他推估住宅大概应该是有两万人左右 好所以你刚刚讲的数字跟两万人是很有差距的 对 没错 我们的社会住宅政策一直都没有照顾到年轻人 尤其其实需要社会住宅 甚至不要讲社会住宅 你某种程度可以把它想象 已经基本上就叫做青年住宅 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去照顾或思考到青年朋友 不只是青年朋友啦 青年壮年都有 这些非所谓低收的人以外的人租屋的可能性 我们只把它锁定在房地产的买卖 但是却租屋这一块一点都不友善 国外甚至有非常鼓励大家尽量的租屋 不一定要拥有房地产 不一定拥有房地产相对也有机会 才去抑制房地产的物价的指数跟状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思考未来包含代租代管 盘点国有建物的宿租可能性 去思考其他族形的需要 否则我们的青年住宅政策都只是表面 能照顾的那些弱势也有限 那社会中找不到房子无可挂扭 还是一大堆 请公务处务必统筹组组在这边要好好的思考 后续会后我们会再继续做讨论 好感谢薛晨叶议员 继续我们邀请 吴宏某议员已经早上讲过了 我们继续邀请张明华议员 好感谢主席 那两个的主席 我现在是处长 我们现在的建设处这边 建冠、城乡这边这 使馆这边有很多的审议小组 包括有法律执行委员会 建筑法律研讨小组 建筑执照审议小组 都市计划审议小组 建筑像也有一个指定审议小组 这样一个团围里面 在我们清澈的镜头里面 民众清澈的镜头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点是说 除了生班以外 心扎以外 要跟其他的丹尉 被写的别人在小组 电信 除了水以外 这些是不是有几个 要在队里的心扎 这个天数影响到多长 这个部闻 主席有可能是其他的 谢谢张议员 有关于这些小组 跟议员报告 这些小组其实基本上是有一些是 争议性的案件才会送到小组 或者是有涉及到变更的部分 如果它是没有涉及到变更的部分 基本上不会都送到这个小组 所以基本上这些小组只是帮忙解决一些其他的一个课题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在建造的这个阶段 如果说它不涉及刚才讲的那个争议或者是需要变更的部分 其实是不需要经过小组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审议的流程 目前我们在审造进度大概多久了? 审造的部分在公公众跟非公众是不一样 那公公众的部分基本上是30天之内要完成 非公众的部分大概是7天之内要完成 那有问题的那个推荐到整个的一家 如果说有问题的状况 你推荐几次 最长的推荐是多少就可以 基本上这个建造的部分补件的时间 在法令上的规定是最长可以6个月 那中间就要看这个申请单位 多久之内可以补件来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会马上来做处理 所以一次推荐而已 对基本上是一次推荐 那这个就有点疑问 那我们的那个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的组织 他应该有审造建造的部分吧 都市设计委员会通常是这样 他是在建造之前 所以他不属于建造的那个阶段 他是在建造之前 他因为都市计划的规定 他必须得有这个都市设计审议 所以他不属于建造 他是在之前的这个审议的部分 他会牵涉到后续再进入到建造审议的部分 这些没关系 就在我们讲 对 这个部分也是一次推荐吗 如果里面的状况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基本上 因为他是一个委员会的性质 他不会是一次推荐 因为他是委员会的审查 那审查的部分 第一次审查的情形 会要看他的修正的一个整体行情 查委 那我问一下 那这些审查委员 我知道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 那是比如说某个案件 假案 他的这个申请案件 如果是第一次碰到那次审查委员 是那一组人 第二次他修正好 第二次进来 是同一组委员 会的委员成员是另外一组的 还是会参杂其他人 同一组 所以完全同一组 是 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见一再出来 有这种情形吗 有没有 就是说你刚才刚才说的 对于你自己质疑的时候 他心脏他自己质疑不好 但是结果有造型的出来的时候 这种情形 是我们的问题 还是业者的问题 包括议员 基本上审查的部分 因为他是委员会制 那这个部分委员会 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情况之下 通常在这个部分 其实只要 这个在说明上 是说明的 委员也可以同意 或者是 大家都同意 因为这个是一个 合议制的一个 一个委员 对啊 我只是说 对 我问出这件事 是民众申请的既定的问题 对 一般我记录到 建筑省议员会的时候 那个案子都蛮大的 蛮大的量 这蛮大的量 这蛮大的量体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个财务的状况 这个地方就会让我们团圈团 团圈团圈团了 我超了解 这有一个团圈团的不止半年了 每一家都不同意见 造出来 甚至啊 里面还有意见 还有 我们说 很奇怪 你要要求 其他会同其他基盤的处理 其他基盤的处理 他说你这个后面建筑 是处理或拿出来处理的 就可以了 免着这六个团圈 他也有50个位置 委员里面有特别要求 所以如果说 我们管理政府 一直以为说 我这些问题 三个委员会的事 在刚才主任说 合议制 跟我无关 跟官僚无关 这样 那民众不要说 那是夹诈 本身既定了 外面的夹诈 这个委员会是有外部的产业组成的 各种不一间的存在 那这种部分 你们没有办法来克服 来做跟这些委员 能够来这个沟通 怎么样在法令的 我们要的侵义之下 第一个法令要求之下 第一个 所有委员 因为社长的处理 处理方式以外 会大概沟通 这个要求的问题 基点好 就会 可以看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这样来处理 不 这就是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你看 我们去年 正义最大的 伊兰文章说 那些 可以再往上增长的 增长的部分 那些准备不 在都市计划 在都市计划 那块已经核准了 核准 还没到建管这块 已经准了 已经准了 我问你 你现在都是市计划 会开几次 包括议员 因为每个案子的状况 我知道你开几次 开几次就好了 那个 可能我要查一下 因为 应该是有四次 三次 三次 不然很快 不知道又比小了 又再一次 是啊 所以我刚才说 不要 要求 差一些 那些东西 要求得 都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案子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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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又再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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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再送出来 我想说 你们跟那些委员 再做一些沟通 这个部分 我们来跟委员说 另外 我们现在 我先把我们 竹林计划 第二先中心 台天案 他已经不要了 那现在我们进入 在变更吗 目前还在规划中 还在规划中 还没有进入 申请变更 还没有 还没有 那还是要变更回来 对不对 可能要依照当地的需求 那看是公共设施的需求 还是其他的需求 我们来做整体的评估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评估出来 还在 沿拟不同的方案 我希望你 如果再变去 一座区里面 冠冠冠冠冠冠冠 中心文创建计 里面我们除了目前 那些历史建筑群 我们保存在活化利用以外 其他区域 我们还做其他独立结尾 会变更 这已经走到哪里了 中心文创的都市就要变更 基本上 中央已经审定了 那因为里面有跟中油之间的协议 还有中心公司国营会的协议 那这个部分协议已经签订了 现在已经报到 内政部去做最后的核订 所以说 建国当时要有 我们有一个府啊 对不对 基本上已经审定了 那个地方都确定了 但是我们 像你说 我们府坚的基础 也不知道 他陆队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建 有什么主地区 谁的区 他们都不了解 必要的时候 方便 当一切都OK 没问题的时候 对地方做一个 一个说明后一下 不然他在后面做什么东西 他都不知道 我府坚的到这里 他都不知道 好 因为一定会带来冲击性 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下 另外 这个 一个人跟我们军长 有特别说到 我们这个 铁路直铁这个部分 也有提到的 我们铁路立体教教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如果我知道 我们在 去年的 十二十五 也有依照 铁路立体化建设 第二集土地开发申请最要点 有赏去 跟这个 交通部 这个急诊 我们后面有在追踪吗 已经半年了 这个应该半年了 他们有相关的 这个 审查的资料给我们 那我们现在在 汇整 各单位的资料之后 我们就会马上再把这个 补充的资料报上去 他再补充就对了 他有转了 部份转了 对 还有一个 目前最大问题 是这个 维建案的部分 最近我们围建 都 早就去看看 就开年 要去补证 没有补证 回来就 都三十年了 我们不整 撒去走 得懂了 这个数字 可不可以请我们 这个科长 因为 那个部分 通常送法院主要 应该是 施工中违章 施工中违章 他本身 制止不听的部分 制止两次不听 才会有 送法院 我看有的都差不多 都齐好了 因为就是在施工中 他在施工中 因为制止不听 我看有的 够的够体也是好人 能照赏 所以保隆基金 感谢张议员的 职教 那有关于施工中的违章 他制止不从的话 我们依建筑法去移送 那在一百年度 开始起算的话 到今年度总共有九十二件 移送 那今年度一百零五年的话 我们移送了三件 三件 那 但整个 大家从那边 大家大部分都会判 判施确定 目前都会破 治医 或是说 真的会破 在新治来看的吗 目前 差不多三 破三个 四个会比较常见 这几个都会被医科判斤 医科判斤 是 因为医科判斤还好 其实 我要跟我们 处理说 有些案子 那是老伙子 的名字 土地也有 建议 土地也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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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没办法 有些没办法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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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后来真的是到法院区 法院区判了这个 但是他们放心 但是 没有判以前 没有一天 不知道我怎么办 这个手段 是不是能再思考一下 那个人的那种感情 我刚才 民政不对 这是他们自己违法的部分不对 但是执行的手段部分 走到法院区 因为一般 在八岁 他就去 他说的减法院 台湾走到那里 而且是多的那里 这不容易 要思考一下 思考就是 知识的手段一下 那个 我是在公司 那个处长 现在我们五个这个 当山河边区 这段都好 其实 一年红台也 略见的成效 原水中间 也已经有 很快就能拿 现在我们五个百岁 也今年已经去 可能几年也不可能会有 每年可能 要刮刮 这个应该会来得及吧 明年的那个 台湾行业会来得及吧 可以我们说吧 所以这就是 拜托林公司 尽量在法院 更新的 不要再 不要跌跌到 等会刮就不容易 如果这个方台区 有总控的时候 要去弄 去弄 另外是说 东山河的那个 负载量 这样子 我们还OK 像我之前 那天水泉水都在 地上山河内 我们 到这里 还有很多研究 调查 跟 谢谢张预言的关心 那其实 早上我也说明过了 就是说 根据它整个规划是有设了很多的抽水站跟上游的整治 它让水比较快到达下游 这个我是觉得说要重新再去检讨 因为去年的两次台风也造成 闸门 五节闸门底下的一个议题 还有闸门以上的其实水位也蛮接近我的提防的一个高度 我觉得这种未来气候的一个不管是它的强度或是降雨 都会影响到之前规划的一个想法 我们应该要重新再去检设 假设我已经完成了这些设施的时候 这些水到达的时间跟量对我原来的规划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来决定说我觉得大闸门是不是需要改建 或是说它在下游端需要再配置什么的设施 才能因应这个未来的一个气候的一个改变 我想这个是需要再去检讨的 因为大闸门这是早期的一个设计的构造物 东山河本身它的河宽和深是早期的一个规划量 现在整个气候积了变迁 强降也好 所以说下雨天入的时候是联系的很长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抽水占的水都进去了 所以那整个负载量已经不是以前设计的容许量那么容易了 就是说这个办法尽量再检讨看不然真的说 产生这个议题或是溃题的话 这个问题真的是蛮大的 整个都在我们国家这边也是有这个厚位 尽重村这边都已经对了 你看出席先告诉我们的马寮尽重村检草 那个小型那个抽水那个已经有眉目了 这个案子也在就是这个汇集之前的垫付案里面 有一个规划检讨就是要检查马寮那个测试抽水占的一个规划案 所以这个都会在今年的年底前 我们会把它一个做一个检讨 然后送到署里面去做核定 所以水利署那边还没消息回来 对 规划案已经同意了 我们今年会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希望就是赶快报到署里面去核定 那就可以 证据工程费 还有那个二减年落到那个开闭那个旗程 现在我们今天都在用地争修了嘛 所以工程的部分这个仪定的进展是什么阵容 都外段用地已经都征收完了 所以它可能可以比较早发泡 可能六七五就可以发泡了 那都内段的部分目前用地 它的启程要到今年底才能完成 那不过设计它 银件署已经在发泡了 所以它是用地跟设计是同时并行的 这样整个我们仪定要完工多久 大概可能也要到106年底到100 那个都内段要到107年 因为它有一个跨铁路的一个地下道 所以它会比较长 107年 还有两年的时间 刚才说好是差不多两个时间 这两个时间里面 如果铁路地铁化有美目的话 那这个地下道的部分可以 当然 到时候就会做变更 就变更了 就是说不一定说这一两年里面 它会核定了 当然 可能做到那里 我们就调整它的 这个部分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那我记得要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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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另外这个 Cath SARAH 我请的是这个 竹中牌 Pear 就是这个だけ 你说过铁路的和洞要在 弄新的 包括核道ền City 那个弯度也会再弄损一点 那这个部份整个是 game得出来吗 还有什么 material做稍微 出來 规划都出来了 现行也都出来了 这个 这个我觉得 没有做说明 因为有牵涉到多次计划调整 所以我們還是會去做說明 因為這個關係就是我們路東頂岸的那邊 跟我們五個四個地區的所在 就是水網的一二期 是後面做的印水還是白水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想說如果大概能夠定岸的時候 這個地方做的碎片 大家比較不會有餘慮 不然跟我們講的案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再麻煩一下 另外這個下水道的部分 目前我們都陸續在施工 那可能我們需要說在施工的管理方面 能夠更便敏一點 因為現在已經差不多大樓都處理好事了 都建議在修行桌上 修行桌裡面可能就開始有些 組合交通的問題 如果你在外面就很難過了 這個報紋 一人說是不是可以考慮 我們在旁邊有時 有些東西 修行桌裡面有一些蛤蟲蟲 連結在一起 這是整個交通管理維護的部分 希望能夠再強化一下 不然等一下被人說在那邊 有些東西 他當時有一個站 不停地再接到 這個報紋 希望管理方面可以再加強 給互聯民眾方便 另外另外我跟處理務員說 我們後向接管的部分 還是有在推行的嗎 這個我們持續在進展 就是說像之前宣導了 假設大家都同意 我們都會入案去執行原先的公法 假如不同意的水系 我們現在已經在進行辦理見介跟說明 到時候可能就是六月的時候 我們會再跟不同意那個水系 說明一次 假如他們真的是不同意的話 我們會進行後向排除 所以說 目前我們 旅行後面後面 再造成有這種的報紋 就是用圍張紙排除掉 他就要退出大概我們需要的工作空間 就是一邊是75公分 假設是並排的就是一米半 我示範說 昨天在進行這個工作的時候 那個說明會多半幾場 跟說明清楚一點 這個要一定的分担非常大 這已經 這已經踏入他的廚房 幾百六里台三來這裡 這就很大 當然是我剛才說 遺中的問題是八成遺中的問題 但是 當然他等以來就是都要這樣去使用 你府院跟府家 政府給我拿幾個 拿來自己拿回頭回來拿幾十萬 這個報紋 盡量還是事前溝通 能夠多重溫一些 另外是那個 謝謝 蚊子主席 我們這個 現在請建設保安 保安有些沒白水 我們現在 建管這邊都要求的 奧次進化石 我們跟平常一間水利 館長都 結婚後來這邊處理的 奧次進化石的設置 這個部分 是我們這邊說明的事這邊 主席 有關於二次進化設施 這個基本上是在 這個農 之前是在非都市土地變更的部分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部分 這樣子 外長那個東西 不是 你如果那個 管理那個 那個說明能夠再給委員分資料好不好 他那個 開始在本地大 他好像 就有的建地照要求 因為你無空 有的無空 因為你無空 有的無空 這個 縣道 因為早期也有議員在說 什麼移籍縣移籍縣 最近 整個月會審 遇到的 我們的行辦 這是公所的業務 什麼說 可以請 移籍縣移籍 縣道的認定 還是 移籍縣縣縣是鄉道 是由我們委託公所來養護 因為我現在認知上就像再去杰林議員你說的 前面有個宜蘭的宜 後面幾號這應該屬於管戶嘛 就像國道幾號幾號那個就是中央的事情嘛 那省道當然有公路總局他們來處理嘛 那你現在這樣說我剛剛講的149縣你說的工作 我想可能我們要再請我們同仁家再講清楚一點 避免大家會看的時候會搞不清楚到底是誰來養護 那縣道的部分是全部由縣府來做養護 那鄉道的部分就是以幾號的 那雖然道路是縣政府的 不過因為我們跟公所在全責分工 我們是委託公所來做養護 沒有這樣好不好 可以請我們公務處這邊把所有的縣道 我們用地圖呈現的方式 收養護官政府管理道路都是幾條 提供一份資料給本市 再來 這個螺絲真的鬆了啦 你看我比較好理你知道嗎 哪一家啦 我想有1就會有2啦 我想也請處長這邊加強內部的管理 好,整天面穿在那裡等上班的 時間還要一百的 我也在那裡等啊 所以我想這個 內部管控要再來處理一下 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縣民大道應該就是我們管護的了吧 那現在 那邊旁邊在做這個所謂的 勢力重劃吧 好,那個入口你覺得怎麼樣 當然入口當然之前有整理過為了要讓車流比較順暢了 不過感覺上還是沒有管理的那麼好 這個我們會加強 因為那個勢力重劃是我們公務處在執行的 對啊,你看那個 路障放在旁邊嘛 其實很多我們機車 最靠旁邊是機車 在走在騎的嘛 其實又因為跟車子 要閃車什麼 危險性都蠻高的 是不是加強那邊的安全管理 再來 我之前也有請 交通隊跟 建設處去會看 我不知道這業務 處長現在你請人坐 我不知道 現在這個 道路入口 現在是誰的權責 改善的權責也都會結束了 那當然有一個但書說 勢力重劃好之後 會做 但是 我們就現行 開放給那個 那個路口可以右轉 中山路右轉 新民大道 的那個 缺口情形之下 我現在 右轉新民大道之後 我遵循交通規則 開慢車道 但是我 到前面的路口 我要左轉 陽明路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怎麼轉 我要連續橫跨三個車道 有辦法在 鐵路 鐵路頭前 再弄一個 缺口 分隔島的缺口 有沒有辦法做 這也都會結束了 我不知道 建設處有沒有規劃 這個部分 之前的會刊 這個部分 我可能 因為我不太知道有這個會刊 因為基本上那個部分 從慢車道到快車道中間要開部分 因為從 右轉之後到陽明路中間其實就剛好跨過那個鐵路的部分 那其實是 蠻短的一段距離 那這段距離如果要開一個口的話 可能還有 跟那個安全上的一些 一些疑慮的部分 但是現行 那個處長有機會你看看 現行你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所以一般用路人就直接在那裡右轉的時候是直接轉 轉到快車道 是直接轉快車道 對 那就是 中山路直接轉快車道 對對對 包含 我們的 這個 國道客運 大家方便嘛 因為要轉 轉到陽明路 我沒有辦法轉啊 因為你沒有道路缺口啊 那我直接到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巷子的那個紅燈的時候 距離不到20公尺 在那個轉 轉換車道過程當中是都產生很大的危險 要直接 從最慢車道到左轉車道要經過三個車道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在跟館養單位 還有 警察的部分 來做一個整體的研究 因為那個 部分進來到那個路口真的是還蠻短的 其實他直接 如果要進入到另外陽明路這個地方 是不是應該在 這個路口就可以直接進入到 這個側道的部分 直接右轉的部分可能會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我有問過交通隊嘛 所以 依照交通法規 跟我們現行的這個 道路 道路的設計 還有交通號制 其實都讓用路人產生困擾 有空你們可以過去那邊觀察一下 我自己 我自己在 也常常走這條路 其實 也真的不知道 好我遵守交通規則 開慢車道 但是我要左轉陽明路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轉 那個過程我要看後面 好我現在綠燈 我才 要不然我就是要闖紅燈 我綠燈走 前面這個有一個紅燈 到陽明路口這裡 不到20公尺 好我現在前面這個巷口的紅燈停下來之後 我直接轉 短短20公尺要 變換三個車道 你覺得有辦法嗎 而且後面 快車道車子是往前開的 所以我道路設計 這個部分 這個我已經跟你們反應過 這個也有 記者去採訪過 我告訴你你都沒有動作 問題你們自己再觀察一下 好再來 海山溪路跟馬賽路 現在講一個 索尾那邊 我最近在下高處公路之後 因為那些都擋車 不是 處長現在可以坐 請公務處這邊養護科 你看那個道路 伯友都已經隆起了 那些都擋車出去不坐 可是我們像我們開 我們自己的車過去的時候 那樣的路口 安全嗎 那些車子都擋起來了 公務處這樣 知道我要表達了嗎 再來海山溪路 剛剛 因為早上那個 建設處有在 有這樣說 未來會拓寬 配合整個計劃 會拓寬 但是現行的路況真的很爛 那裡是我們 也算是宜蘭的門面吧 下交流道之後那個路況真的很爛 所以我剛才問說 縣道有哪些 哪些是你們養護的 我們遇到我們才知道跟誰反應 跟議員報告 海山溪路是 說到公所 因為是屬於失去道路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公所來做處理 對 你看 我現在都搞不清楚什麼是線道 什麼是 公所管理的道路 那個路況真的很差 好 好 再來 請教處長 宜蘭市 液淹水地區 目前有哪幾處 宜蘭市目前 比較容易淹水 大概就是我們 縣政中心這個區塊 就是美湖排水的 這一個 流域的一個區塊 那如何改善 基本上在 淹水的治理的 規劃包管裡面 這邊必須要有一個 設一個 節流的一個系統 就是建業分統的一個系統 把水 部分的水 藉由 抽水扇把它湊到南洋溪裡面 那這個案子在 第二階的時候 我們有 去爭取 不過因為 它試涉到整個 飲水道太長 而且經費比較龐大 將近 快9億 所以水利署的態度 比較保留 希望我們在檢討 這個整個 設施的一個 妥視性 以上 好 我再舉例子 果菜批發市場 美豐 雨量到一個 點的時候 那應該是宜蘭市 統計的地方 那 那個攤商大家也 煩惱到要死 他們自己的自主設備 他們在 市場下面也有做自洪池 也有抽水設備 好像宜蘭水網滴出流 好 在美芙大牌 北邊的這些水 統計都在那裡 有沒有什麼協助改善的 措施 我們 去年在做整個 依然是 下水到一個盤查的時候 當然那邊有 公保 那個 保育處 那個 森林保育處 那邊他有 原本有一塊地 是要 工地 我們希望那一塊工地可以當 自洪空間來使用 就是 結合他的景觀 公園 然後把這個 自洪空間把它 創造出來 那就可以解決 校舍入那個 區塊的一個 排水不良的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要做 基本上大概是我們希望先跟 申保育處那邊先取得 大概有跟他溝通過 可以去先去執行這一塊 那我們 會去 爭取經費來執行 好我想這幾年 宜蘭市區的 淹水 問題改善很多了 那目前觀察到 是 我剛 租長也知道 就是 整條線 在拉到這個 果菜批發市場那邊 因為那邊又連接撞圍過去了 那整個媒孚系統 我看資料裡面已經有在 施工在改善了 好所以 希望這個部分 能夠加強相關的一個管理 好那另外 早上 其他議員又提到 比如說 也有在問處長 大排的整治的時候 整個設計 還有發包好像都沒辦法連貫 都一段一段一段 那我這邊本席有個建議 像日本 我們去日本去 參觀的時候 我們看到 它整個它的排水系統 它是有一個 一樣類似景觀 景觀的一個設計 能夠上下有 做一些 這樣的一個 人本空間的一個 規劃 然後透過 雖然它是排水 排水溝 但是也有那種 人跟環境之間的 一個協調性在 是不是 這個部分請 我們公眾處這邊 未來在做相關規劃的時候 能不能 整體性的考量 不是要一段一段 這樣做 基本上不管是 這河川區排在整治的時候 當然是 有一致性 那它也有一個 之前的一個 規劃的一個 核定 大概是 提高 提 那個 核寬 甚至說 剛才 議員提到 就是說要有一個 人本環境 那它基本上 都是大概是 利用我們 防汛道路 或是 提頂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 除了防汛搶險之外 當然 我們會去做一些 綠美化或 紫災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有時候碰到 它這個區位假設有 附近有社區的話 我們當然也希望結合社區來進來 提供他們意見 然後 也希望說最後 營造出來的環境可以由他們來 代養 代館 那這樣子可以共同創造整個 河川流域的一個 一個 環境 好這個部分也請我們公主 這個 再 多加油 我想宜蘭的環境 你們 在第一線 在做這些相關工程工作 應該把它落實 那另外在 依蘭市最近 在做這個人行道的相關的一個鋪設 我想也都委託給公所 公所來做 那有沒有機會 隨著這個人本環境 有沒有機會 把依蘭市的這個 中山路或者是神龍路 的棋樓 做相關整坪的計劃 因為這裡都要整坪 可是我們棋樓 高高低低的 你說要帶動整個商業發展 因為我自己 在市區 其實蠻多 不管阿蘭也好 或者是 國外觀光客 來到 住在飯店出去逛一逛 外面 旗樓危險 旗樓的高低落差 都讓這些使用人 觀光客 對這個城市是負面印象的 想說有機會 我們公所這邊 來協助 各公所 特別是宜蘭市 把這個部分做好 當然 公所也要執行 人本環境空間的改善 剛才議員提到 就是說 有些七樓可能是 生利關係占用 或是他原本 各自去填高 對 這個我們也有 納到 我們整個人本空間的 一個案子 去做規劃 我們也去跟這些商家談 就是說 如何兼顧他生意 然後又可以 創造出人本的空間 假設 這個商圈 大家都同意的話 我們當然會去 爭取人本的一個案子 來做工程來做整理 整理以後當然就會 至少就不會有 那種 整個旗樓被占用 然後 人車又增到 甚至 我們的人行空間又 很窄 然後又有設施在上面 我想這個 我們都會先進行一個 溝通 溝通完以後 假設大家都 可以取得共識的話 我們就去爭取 工程經費來執行 好 再拜託公共處加強溝通 另外水資源管理的部分 除了溫泉的管控之外 那像我們的水源地附近的 地下水位有沒有監控 基本上地下水都有進行監控 那這個監控的資料都會 回到水利署那邊做一個分析 那他會 每年去做一個檢討 那基本上他會 五年會檢討一次 就是說 對 地下水位變化比較大有地層下限 疑慮的他都會去做一個管控 好那可以提供這五年 相關的資料 可以分析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建設處剩三分鐘 好停車位 問請教一下 法定的 法定車位怎麼計算 還有目前獎勵車位在101年修正發布實施之後 目前在宜蘭縣 我想大家都很注重交通問題 宜蘭縣的停車空間不足 那在這個部分 怎麼去 有多少數量 請廚長這邊回答一下 謝謝議員 有關於法定停車位的部分 其實 在 從建築技術規則跟都市計劃裡面都有相關的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也因為 公眾使用 公非公眾使用 它 計算的基準 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就比較沒有一定的 標準 因為它 比較多 這是在法定停車位的部分 有關於101年 以前有獎勵 停車位的 這個部分 在101年已經廢止掉了 所以後面那個 獎勵增設停車位容積獎勵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已經停止適用 那有關於宜蘭市 現在的這個停車的 公共停車的一個空間的不足的部分 當然我們有幾個 解決的一個方法跟一些方案正在執行中 那也跟議員報告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於中央停車場的這個部分 有我們希望他 時間關係 請 建設處這邊 書面資料給我 然後再來 好 土地分區使用要點 因為我看了 好像他們有一定的標準 在 都市計畫區的一個範圍之內 它有不同的一個 分區管制要點 對不對 還是說宜蘭縣有一套共同的 標準辦法 基本上是 台灣 都市計畫法台灣審視 依照都市計畫法台灣審視的細則 對 基本上 除非它是細部計畫另外有規定 那細部計畫就是有建設處這邊 在做規劃的時候在做裡面的調整 可是 基本上會 基本上會以台灣審視的細則為主 好這邊本席建議 我想 之前幾個福安建議我們一直在討論 工業用地的容積 建幣率 好那我想這個部分 宜蘭縣是偏低 好那 省的資料有 我剛才有查了 有沒有辦法做 跟省一樣的調整 而不是說受限於我們怎樣怎樣怎樣 好我們既然要落實農地農用 但是我們很多企業要回來宜蘭 找不到土地可以用 都沒有配套措施 這就是現在宜蘭縣的困難嘛 這些企業要回來創造就業機會給我們縣民 可是 整個土地取得上 是有困難的 好 所以請這個 出場這邊 能夠在你們縣屋會議溝通的時候 怎麼去做 適當的處理 書底下 再跟他做溝通 好再來 存 備用 好 請建設書這邊試著來推動建物生產履歷 謝謝 那個 處長啊 林志宏議員你講的 就是說你們只准官方放和啦 不准百姓等等啦 你們把現主席的 宜蘭管政府跟所有的這些都 都把那些 參庭都給我們變一變做 你現在現主席管政府要是不是參 對不對 當人家被人扁一下而已 你就這樣 鑽鑽叫 對不對 還傳下去 全發燃料 再用一罐 水金來 卡 一罐三罐 這喔 你也是有需要在那些 縣屋會議裡面 好好提出來 向你們的縣長 好好跟他們說 不要這樣 跟一個 這罐子 沒有煞煞 不用怕他啦 不用怕處長沒人家做啦 跟他有正義感的話要說就要說 林志宏也是很敢說對不對 謝謝林志宏議員 繼續我們邀請 黃定和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大家好 陳處長 你 做處長多久了 包括議員兩年多 好 你公務處 我們理念多久了 公務處 假如加 之前水利課的話 大概是 十一年左右 好 很好 一元水地區 剛才林議員有在問 縣政中心 一元水 這幾年 有喝水嗎 這幾年 這一兩年比較少 為什麼會比較少 當然是 跟整個氣候有關係 你不是說八道 憲政中心 一元水利區 在我們議會對面的交戰旁邊 做好了 我做市長是做好了 林議員十一年你都不曉得 軟書打一張 時問虛打 隨便打打 應付應付 應付應付 都在你們的手上 你都不知道 你剛才還在校舍路 那邊哪裡會淹水 現在沒淹水了啊 轉運中心 轉運中心 頭前 現在 沒有 真正的問題是在果菜市場啦 果菜市場那個地方 他們的漁獲量很 他們的那個量很多 存藏室在那邊啦 還真假啦 在那裡每一次事工的時候 都 弘太來放兩台大台在那裡啦 必要的時候 四台啦 憲政府的答應要在那邊做 檢疫的抽水站 有時候做了沒有 真正的總統在這裡啦 這樣聽清楚了沒有 好好的那個地方 趕快去處理檢疫抽水站 來解決醫院所的問題 早上有聽到沙包的問題 沙包的問題 是不是你們公務處的 是不是 陳處長 我想早上 林業全議員 講的意思 公務處我們這邊有啊 好 對 議員要配合嗎 要不要 一個人分幾包 給我們有責任額 阿免 我想這不是什麼議員有什麼責任額啦 議員假如有需要 我們就會提供 救災的東西 宜蘭市公所委前當市長的時候 來登記馬上 有一個人10包啦 不夠再拿啦 無限量供應啦 就這麼簡單啊 而且超過50包 是現場需要 卡電人來 市公所專車給你載到尾 危險性的啊 怎麼便利 公務處 身為 救災中心的最高指揮 宜蘭市的最高指揮中心 連這個你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聽人家說這樣做得很可怕耶 百姓都會恐慌耶 這樣要治理得好 好請坐 那個我要 我要兩個一個資料 那個 中央或是宜蘭縣 有列管公有危險物 要拆除的列管的 那個資料 送給本席 宜蘭縣 宜蘭縣的 請列入記錄 列入記錄 譬如說社區啦 或是活動中心啦 或是什麼 就是中央有列管的 這個是不曉得是公務處還是建設處的 這個資料 在宜蘭縣總心的時候給我 建設處你們現在都一直在宜蘭 宜蘭 不然就很公平 不然 不要說一百姓發一姓 一千姓發一姓 一萬姓發一姓 那個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 做不到就不要做 要做就要做得到 我現在記列 都市計劃公園用地 你們給人家罰款 有販賣引擎的地方 你們的認定是怎麼樣認定的 來說明一下 謝謝黃議員 有關於 在公園用地的部分 如果說他是依照這個 怎麼樣認定的啦 經過裡面 有在飲酒 這樣就違法了是不是 他如果有一些行為 就是在影響 違反 台灣省市營細則的部分 基本上是 不是啦 想得很清楚了嘛 都市計劃公園用地 不可以作為營酒用地嘛 是不是這樣 每間也利用啊 你要負責金 找一個 軟體的比較軟的 會發抖 這樣有得利 有沒有 有沒有撤查依南線的有沒有 報告黃議員 這個部分是 配合這個公旅處有 所謂的八大行業的 整體的集查的部分 來做一個整體的執行 那八大行業 挑地方是不是 還是 還是 偏切 還是 用替位 這個我們這邊是 配合整個公旅處的部分 這個第一件 第二件 廣告紗保也是一樣 到處去 去人家 走路 你們做得到嗎 做不夠 做算多了嘛 有沒有先導 當議員當快兩年的 還沒有聽到你們 有舉辦 鄉 村里來做先導 各業者來宣討 都沒有啊 你是在叫好勝的嗎 還是你恐嚇百姓 那每一個收到的老百姓 大家都吃老實 很善良啊 大家也很坚定 要不符合你們 所要的預期期待 那就好好的去 跟那個酒駕一樣 宣討 然後能夠制止 不知道對嗎 好請坐 陳主持人 東港樓 那個水高 東港樓現在在做 叫我們來去做 市區做的還是我們管事務做的 東港樓目前是市區在執行 好 一般你做高樓的高樓 是都在家中間那個條子 對著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 那畫圖也這樣畫對不對 那為什麼東港樓現在施工 那個高樓都是在人家的正門口 怎麼那麼奇怪 八社交要求說這樣不行 市區單位市區公安市說 沒關係 沒關係 阿爸再用 現在用下去了 不會順利 大家高樓就是在大門的 人家這麼衝的 人家驚驚一隻驚到一隻 那女生穿高樓時 大家也落下 高樓就是要做在 處處中央的條子 頭前的這樣 我們在錄紀錄 請 公務處處長 辦一個會刊 邀請相關單位 到現場 假如 跟圖不符合圖樣 全部敲起來 重做 怎麼會這樣子 地點 地點東港樓 東港樓下 請列入紀錄 列入紀錄 喔那個做法勒 那將來做一個交上慣例 那邊是 那個應該未來是工作慣例 縣政府管理 公所 市公所管理 市公所管理 以後再請市公所去更改 不可能嘛 那我想那個 東港樓有很多 居民需要協調的事情 我想就一併去 會看去看 好 很有勇氣 那請你們要多會心 煮來水部分 現在煮來水 有的 吃水就水 有的是吃茶水 吃茶水 宜蘭縣政府有沒有 很大的事和信心 說要讓宜蘭官 所有的國民都有 自來水他吃 有沒有這種信心 有沒有 我想用那個安全的 自來水是 人民的權利 這我們持續在推動 不要講公槍話 不要 質問虛達 有沒有辦法做到就好了 當然要很便宜的地方 可能很難 那假設是在 像我們比較多位區的 比較靠近 管線的 他其實沒有以前可能習慣吃 自來水我們都會去接 今年有沒有編這個預算 105年 每年都有編年管的部分 多少錢 今年大概 水利署補助大概1億左右 那我們都持續在 不是水利署的那個 那去評比 他今年已經補助大概1億了 對啦 超過那個標準 就沒有辦法補助 這樣 窮則益窮 負責益 政府啦 我們 比較散的 我們議員官 每次也調過評比以上的啦 每次錢也要給外官市提供啦 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議員官政府 還有國防頂市的 大家來協助 自己再多一些 經費下去 下去做把握 給評比的 中央評比的 那個 擴大 萬八 港下來 這樣才能做啦 你也是質問虛達啦 我想 議員在當市長的時候也很幫忙啦 我想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 來處理 對不對 現在普及率都達到 達到差不多八十幾趴九十幾趴啦 有的快百分之百啦 九十四 像宜蘭一公所 九十九點七五啦 存零點八五而已啦 對不對 我當市長的時候 有時候一條馬路 管長主持的 手上起來 三百萬一公所開 經費一公所存 完成啊 現在完成啊 不然會拼命起來 超標啦 那不會過啦 現在要跟你講就是說 要跟 市長你說就是說 你要用 縣政府的預算 去保住 保住下去 才能夠解決問題啦 如果像你剛才這樣 不可能啦 每次也讓 議員官 以外的人 那些錢都去那裡了 沒有在議員官內啦 好不好 這一點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個南城之心 現在做得到 第四書 留標現在第五書呢 現在在更改 都市更新計劃 包到中央的部分去 變更那個計劃 之後就可以 應該是今年年底之前可以上網考標 資料流程 在縣政總執行之前 給本席 顯列入紀錄 好 新內廣場對面的204場 進度 204場分 主要計劃跟西部計劃的變更 主要計劃 送到內政部 這邊 審議之後退回縣政府來做 空盤的檢討 講日期 現在的階段 最後一個階段是什麼 日期什麼 就是這個還要內政部 都委會審議通過 所以這個部分 我現在跟你說 204場 是 對內政部還沒有 都市計劃還沒有 還沒有審議通過 還沒有審議通過 是 你看 做市長 我做市長 到現在 兩年 八年 這個中間 那個時依然是 最好的地方 任期擺放這麼多年在那邊 請你們多多的用心 公共議書 我們常常都說 說我們要讓 民眾去多多達到公共議書 減少 減少車輛 涌篩問題 讓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安全回家的路 我請教你 做有夠嗎 這樣跟你說你也不敢說做有夠 也不敢說做不夠 比較具體的 太六號 為什麼 議論官一斬都沒聽 這是最 也是最簡潔簡便的公共運輸了 宜蘭縣政府 莫不吭聲 憲長 不會邀請立委 憲級的立委 到中央去抗議 你們 鼓勵大家 去做公共運輸 這點你們做有夠嗎 為什麼沒有聽 為什麼沒有聽 報告 報告議員 有關於 成績的這個公共運輸的部分 當然在 宜蘭縣大概是鐵路跟這個 國道客運的部分 沒有啦 你們有去證書嗎 有說這些事情嗎 鐵路部分我們有去爭取 就是從 台北發車到宜蘭的這個專列的部分 每次的這個 連續假期都會有相關的這個專列的部分 有沒有在意我們停啦 這個就好了啦 太魯閣號有一些是有 有一些是沒有 全部沒有啦 哪裡有 我現在跟你說 哪個電車你知道嗎 Hello Kitty 太魯閣號 Hello Kitty的部分是沒有 可是我說 其他的太魯閣號 我跟你不談那個 我跟你談這個 為什麼 議員官不停 議員官是誰 歐動公民 刺激公民 對嗎 你們說 要花六千萬 兩年要花一億二 幽霸 公共大型運輸系統沒有銜接 要幽霸的什麼 頭髮腳輕 為什麼就空腳輕了 你為什麼不去重視這個 連在媒體的發生都沒有 你現在是有真正正要替 演藝人官民交通民地 來去做改革嗎 遇到問題 就退給中央 明年開始 完全執政 不要退來退去 完全負責 什麼時候要去爭取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在跟台鐵局這邊來 最後的討論 那有關於 什麼時候要行文給他們 請請請請和民地代表 我們做你們的後盾 這個我們會來整體 你們太軟弱了沒有關係 我們做你們後盾 這個我們會跟台鐵局來做整體的評估 好新聞給他們 召開 這個會議 好不好 請我們 所有的議員 還是國際的民地代表 我們做你的後盾來去爭取這個 好請坐 那另外 檢舉案件 有沒有 要做保護 的公務處 要不要做保護 我想只要 這個都會牽涉到 保護的一個措施 好 建設處 要不要做保護 保護眼藥 要喔 是 你們有沒有做到 這個有一個案件 我們因為通能書師 讓這個陳情的部分 陳情的書師 會讓人家的去逛逛台 哪裡 陳情人 你們去辦會堪 然後再會看紀錄上 且陳情人是誰 地主也把他寫出來 營造場給他寫出來 那還有負責人他們都寫出來 寫在同一章上面 一看 哇 你這個給我檢基 你叫陳情人 情何以堪啊 憲政委怎麼處置 口頭警告 還是寄申戒 這部分我們已經 還是延期三個小時 有沒有 我們基本上已經有做口頭的警告的部分 那 這件案件跟議員報告 基本上是有先 本來是有先針得 陳情人同意他要出席 所以 所以才有發文 那這個部分就是 在發文的部分應該是另外一個發文 陳情人同意 陳情人 走到要死了 然後我要跟陳情人 那就是事情 同意 你們社工務員 你看一下怎麼分析 你們應該通知 分兩張通知 陳情人一張給他 他不必去參 他不必去參與那個會刊 那另外 你們要去查證 去那看 確實是這樣子 趕快通知他們去做改善 到現場會刊 這樣才對 你們查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不去現場的看 在辦公室吹冷氣 這樣而已 就這麼一個疏忽 造成以後 他們不可預測 這種人如果嚴重會想什麼 你知道嗎 媒體也有報道 報作也有看 有一個案件法院判決 那個判決書啊 裡面都有名字 哇 結果 哪一個人啊 心生懷恨啊 造那個判決書 去找地質啊 結果去縱活啊 死了六個人 這樣也會死人嗎 你們認為這是小事啊 但是不可預測的發生大事 你們不曉得 以重心長 特別來在質詢上面跟你們提醒 謝謝議員 喜好 謝謝黃定兒也 那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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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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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提出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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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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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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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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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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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量要跟他搭三天 主長 拜託你 來 議長 好 謝謝林議員 接著我們請 邱家進邱議員 各位同情 我補充一點 再去講得沒錯 我們剛才林議員說到的 所謂的違章的情形 我是建議處長 你應該去研究 容積力跟健庇力的 應該適度的做調整 現在你看使館科和正館科 我們現主持違章的案件 像新棋的家來講 幾乎每天都二次施工 你們有時候去控制 也沒有了 行政公所每天 做的農事也好 或是說他們做的建制也好 每天基礎也二次施工 結果你們都沒辦法去做控管 如果這樣大不如 我們沾對這個情形 去研究是不像 努力努力做適度的放官調整 這樣符合 建商也好 民眾實際的需求 這是一舉三銀的一個 政策調整 不是說這個東西不能 典檔不能調整 我是覺得說這個非常嚴重的議題 你說像政管單位 你覺得聽 你有知道聽嗎 沒有知道聽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重 我是覺得說處長你們要研究 我剩下的時間 交給林俊朗議員和黃書群議員 感謝邱議員 主席 兩位處長 各位這裡的議員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在這裡要問我們林市長 你在建設處這麼久 很感謝你對我們議員官的建設 付出你們的信任 我了解說 你已經在旁邊去廟房財幣去了 可是對這個 道具界外 我認為是要是你 要比較了解 就這個機會 在這裡給你請教一下 團友地區 頭上的 團友地區 這個道具界外 已經在九十八年 在大陸的政府 這個黨議 也申請 也由我們議長的 單位機關 是頭上的工作 好 我們辦 這個 管政府也在一百共三年 就交給完成 這個公開的展覽 目前也 管道委會 有這個心意改善 不知道啊 現在心意的 心理要怎麼 你也可以跟他講一下 那個謝謝議員 有關於大洋都市計畫這個補分 那個縣都委會 已經召開過兩次的專案小組 相關的資料 委員的一些意見 跟什麼 已經有給公所 來做這個修正 他現在還沒有送進來 做後續的一個審議 這樣 你現在知道的就是這陣營而已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就是有一些 例如說 配合鐵路高架 那頂埔站的 要不要遷移 這些事情 那還有一些相關的評估等等的部分 那 有公所這邊的規劃單位 跟公所這邊在做 啊 計畫書的修正跟討論這樣 嗯嗯嗯 市長你也有了解 有了解 跟那個 二生 二生堂 他有提出這個 農地定位 那提出農地定位 是跟我們那個 都市計畫 會有互相衝突嗎 報議員 那個農地定位 那個我比較不知道 說 你不知道 有沒有重突 那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 如果 劃定到 都市計畫區裡面 基本上應該是 不太會再做農地重劃 這個我再了解一下 因為我現在不曉得 那個 農地重劃的部分 有沒有 包括進來 那如果有包括進來 可能會影響到 然後地主可能會有農地重劃 之後又要辦理 都市計畫的這個 區段徵收的作業 相關的部分 可能在民眾的權益上 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好 現在就是 請我了解 他們 二生提出農地 定位 可能 那個 董議員所要是 比較不夠 但是我就是要了解一下 還有一個 我問你 你已經跟 你可以了解說 這裡有一個問題 大園地區 大園地區 應該大家也了解說 現在的 非種 已經比土種 比較多了 你如果說大園 這個地區 要當時計畫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 更在中心的 一邊的 來探討 你如果說 月曜 那個地方看 月曜就沒有土種了 全非種 是不是 這個月曜 我們月曜 都會有這個考量 一人建議這部分 我們會在 限度委會的部分 納入考量 好 謝謝你 還有一點 我要請教你 這個 我們那個 面經 前面的 就是 我們開闆 五四港的 四部計畫 第一次的 同伴檢討 已經進出 第三階段 現在做了什麼 原關心的 原關心的 第三階段 主要是 憲哥在做這個 庫大延續的時候 憲哥是財務 認為不可行 所以把它 先剔除在外 那這個 是藍色的 就是在 旅遊服務區 對面 還有北平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在 規劃的過程中 已經有 經過幾次的討論 現在還在規劃 規劃中 現在還在規劃中 對 不知道 當時還有什麼 因為 還有區段徵收 未來有公益性 必要性 評估等等的事情 所以這個 期程可能會 會比較久一點 那公益性跟必要性 因為 現在 五九港 雖然已經開發完成 不過 相關的建築 等等 其實 建築的部分 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人 去這邊建築 所以 這個部分 在公益性跟必要性的部分 可能我們還要再跟 相關的單位 要來討論它的 公益性跟必要性 這個部分 我們會盡力來爭取 好的 謝謝 你剛才說見到 我還想到 現在 我們五十港 建一間 那個 二九流 這個建築 很多人 我們這裡發的 我們館人發的 你有了解 公益性跟 那些 台南台東的問題 應該你們也是 多少人 可以跟 五十港 現在要去住這裡 以前 現在七段 都站在這裡 以前都是工庭的 他會被 那個 是 是 是 那些 像那個 那些 有的時候 會塑膠 有的時候 不會塑膠 這樣會被塑膠 沒有東西 那些建築後 有問題嗎 你們 你們去它了解嗎 有安全嗎 謝謝議員 我想 以現在的法規 相關的區域 公共建築的部分 都要做地質專探 跟相關的改良 因為現在的法規 自從921大地震 就是有相關的規定 剛才說的 台南這個地方 那個案件 它其實是在 921之前的 這個 相關的 建築法規 的時候 所蓋的房子 所以如果 以現在的這個 相關的法規來講 地質改良 地質調查 這些東西都有 非常完備的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 對 這檢查是我們檢查 還是那個 設計 不是建築師 設計 他們又感到嗎 我們管府有感到嗎 要感到嗎 基本上 感到的部分 也是 在建築師 跟這個 營造唱 營造修造感到 是啊 他們有專職嗎 基本上是要全職 對啊 這是 建築政府 我們也要 相當的 去了解 這不是 說你的 建築 他們都 拿建築在洗錢 一定會 對啊 不然怎麼會做這些 那種的事 那個 醫生 謝謝你 那個 修議員剛才說的 要給誰人 時間 我要 謝謝你 主席局處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要問那個 我們建設處 請問 信義變電所 不 那個 廣安變電所 現況如何 他當時說 給他一年的那個 正常運轉 那我們聽不懂正常運轉是什麼 那個 給他正常運轉後的幾個月 他就把他的狀況告訴我們 到底信義變電所要怎麼改變 那請處長 謝謝黃議員 有關於那個廣安變電所的部分 基本上他已經加入他現在的這個 這個變電站的整體的運轉 這部分已經是沒有問題 他給我們相關的一個資料 是因為他相關的潰線跟其他的部分 要做整體的遷移的部分 那整個施作完成之後 信義變電所才可以做這個 廢信義變電所的部分 那他給我們的這個時間點 是到民國110年 才能完成相關潰線的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 我們不是在滿意啦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在跟台電來溝通 看可不可以加速這個部分的一個辦理 那個處長你請坐 我想我們一直在被騙 他跟我們說運轉幾個月之後 要告訴我們 之前他是跟我們承諾 民國98年是承諾他要搬遷 那一直騙我們說哪個變電所給他蓋好 他就搬遷 哪個變電所不要抗爭他就搬遷 但是一直騙 現在騙到110年嘛 那你可能追啦 我們也找個方式來刺激他看看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我們那個信義變電所附近 是未來羅東正開發的心臟地帶 如果他還在那邊 羅東正要旺很難 如果那個地方拿掉的話 羅東正重新再來思考未來性 經濟面各方面都OK的 那可能要請一來縣政府再思考看看 如何去刺激他們要盡快 不可以騙來騙去 尤其工部門騙工部門很奇怪 謝謝 那我再請問那件事的處 工保變住現況如何 因為我們在羅東運動公園有部分是 有個排水系統 南北水網的排水系統 因為他沒辦法改變 沒辦法徵收 所以我們那個水流完全沒辦法處理 所以這是不是難說 目前流程到哪裡 那我們未來可能會到怎麼走 謝謝王議員 有關於羅東工保變更的部分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專案小組 已經審查通過 那那個有關於區段徵收的公益性必要性也審查 那現在我們到今年的2月已經把相關的資料送到這個內政部 那內政部要排會 排內政部的都委會大會 如果大會同意的部分就可以後續可以來做公告實施 那預計應該是6月到7月可以排大會來做這個審議 預計所以是不是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刺激更快 我們之前都有去拜會相關的就是署長啊等等部分 那現在我們知道最新的消息是6月到7月可以排入會議 好 您請坐 那個也是建設處啦 宜蘭縣目前看起來那個雨水量很多 我們會不會有缺水的問題 跟建設處有關嗎 好 沒關係 我提出來 沒關係 公務處 就是說我們宜蘭縣民國85年的生活及工業用水量是13.5 5萬噸 好 然後我們預估到110年的時候 預估那個用水量成長為一天28萬噸 那請問目前這個水供應到110年是OK的嗎 然後我們有沒有水庫的需要 思考水庫是不是要建造 還是我們有其他的方案 雖然我們常常下雨 一年一半以上都在下雨 那請處長 依照那個整個水資源經理計畫 那其實到110年我們宜蘭縣的用水都足夠了 那雖然說沒有正式的水庫 不過我們有一個羅東南河宴 那它可以出水每天20萬噸 那目前水公司只拿了大概8萬噸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未來的用水還是足夠的 好 你請坐 那我再問一下 那個公寓大樓相關的那個7分12人 是在建設處對不對 好 那我請問說 這塊因為常常出問題 這塊常常有人因為失人的問題 把公寓大樓的錢拿掉 那也很多公寓大樓明明住上百戶 五十戶六十戶 但是完全它私底下操作 那完全不做公寓 那個公寓大樓7分12人管理員的相關的會議或登記怎麼辦 謝謝黃議員 有關於這個部分分兩個 一個如果它有成立這個公寓大樓管理委員會 那基本上經過這個報備之後 它必須依照這個公寓大樓管理的這個條例 不管是每年開這個區分所有人會議 或者是怎麼樣是依照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一些公寓大樓 或者是其他有一些區域 它是有本來法規有一個所謂的管理維護基金 可是它拿到基金之後去進行這個部分的均分之後 它沒有成立這個管理委員會 那這個部分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希望他們來做成立 我們也透過很多種方式鼓勵他們來做成立 好,那期盼那個建設處務必去查查 因為那個財務都出問題了 那很多民眾恐慌 那這邊再問一下那個建設處 那個我們上次有到羅東後火車站轉運站去會堪 那我不曉得說給我們答案好像都是 是不是盡如人意 那既然蓋了停車的空間 停車格 停車位 下車的地方 怎麼還是上下車在同一個點 那我要請科長回答 我請科長回答 謝謝 謝謝黃議員指教 具有關現在我們那個羅東轉運站 島狀月台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其實會新設島狀月台 是因為當初下課數設在光榮路 所以我們希望上下車可以合併 讓民眾可以轉車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針對整個小課車接送 跟計程車排班區 還有整個公車停靠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做這樣子的車輛分流的部分 先跟議員報告 是 這是你上次跟我們講嘛 但是說那你竟然是要上下車都在同一個地點 你為什麼要都花錢在接近東邊的地方 再設一個類似下車停車站 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部分是因為國道客運之前 因為四家客運在營運 所以整個國道客運在尖峰時段 可能同時段五分鐘之內 會有四到六輛車會進站 所以整個國道客運可能停靠的空間 就原本的入測可能會不足 所以我們會預留一些空間 來預作整個國道客運停靠實用 科長你去看看 根本沒有這回事 你們直接就轉進去 而且那個動線滿奇怪 我們上次有講過 因為媒體我們都很客氣 像我們不太會對我們交通相關科長的態度很惡劣 我想別人對你很惡劣 我沒有 但是為什麼要花錢蓋那個地方 然後又不在那邊執行 那兩個一起我們已經發現 那邊是完全擁捨擁擠的 我想你可能再輸入一下 因為我們都很客氣 好,你請坐,謝謝 還有一個就是公務處 我們在國外常看到我們公共管線的維護 其實在我們的傳譯錄曾經有過 在副縣長執行的時候 他有說多少年我們處理好之後 多少年內不能開挖 除非有特殊狀況 那是不是 宜蘭縣政府這講了好多年 我想也會講了六年 是不是在宜蘭縣政府 因為我們所有的開挖 我們有開挖條例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固定時間 一年大概幾個時段 做相關的公共的管線的開挖 不然因為我們隨時在開挖 像昨天我就看到傳譯錄 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做我們的 系譜計畫的公共工程 所以又穿越了 是不是我們有個固定時間 讓相關人員在要 那個掩埋相關的管線的同時 有可能一個月 一年有兩次或三次 我想當你把這規矩定下來的時候 很多單位都會配合你 除非有緊急狀況 或有公共相關的必要性 我想這個處長您再思考看看 那最後就是那個 我們北宜高通車之後 蘇花改通車之後 其實我們交通瓶頸 我們已經預估到會更嚴重 那宜蘭縣的無縫接軌做得不錯 是不是我們在建議各鄉鎮公所 在外圍提供更多的停車場 減少阻塞 第二個 有關相關的獎勵方案 做大眾運輸來宜蘭縣 有什麼獎勵方案 盡量不要再開車來宜蘭縣 因為這我們講了 但是我們還沒達到目標 這個是建設處 一直看 一直按空處 那第三個 無縫接軌 這些試乘的車子到底夠不夠 路線夠不夠 因為我們橫向的還是不夠 那相對的 你要他們無縫接軌 要他們不要開車來 宜蘭縣這些車輛夠不夠 第二個 我們的動線OK 我們的觀光景點連線是OK 我想這個包括公里處 可能都要共同來思考 因為這些東西讓人有壓力 還是沒有看到很多很多的未來 那目前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的路網增加 那這請你們思考 那會後再拿出相關的數據給我們看 謝謝 好 好 謝謝 黃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林烈賢議員 不在場 請江碧瓦江議員 兩位處長 我想 第一個我請教我們公務處 你在宜蘭縣政府 尤其在林沖璇縣長這一次 應該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宜蘭縣政府 總共向中央爭取多少 那我們縣政府本身的 編列的預算是多少 去年跟去年 我們所謂的花包的工程 是有多少 在現場總治之前 你做一個表 航路給北溪 尤其我們 在哪一個鄉鎮 比如說公共工程 哪些是做哪些 比如說宜蘭縣是做哪些 其那鄉鎮 你做一個十二鄉鎮 這個表 航路給北溪 請主席列入紀錄 那再來我請教我們 所謂 東港路的拓寬 好不容易中央 錢額來 這個是完全是不用地方的錢 我們只是現任的角色 只是一個協助的一個角色 但是北溪 從土地開始徵收到財務補償 還有現在整個工程這樣子 一路走過來 我發現我們宜蘭縣政府就是 袖手旁觀 對這種公共工程 畢竟是我們在宜蘭縣內 一個重要 雖然道路總常是545公尺 但是總額的經費 高達將近10億的經費 那這個好不容易爭取到這一筆經費 我們現任有這種消極的態度 尤其在前年 在陷阱那一年 幾乎每一個戶要拆遷 還有這個地界的問題 牽涉到地震事務所 牽涉到你們建設處 你們的中心莊 在陳定南時代 由於做這個東港路高架橋 整個中心莊儀位 變成建築線也是你們建設處荷花的 然後現在發掘到這個地震 整個是地級重置 發現到這個有這個儀位 那到底是誰的 這個承擔是誰要承擔 是你政府要承擔 還是要有這些的 可憐的 無知的 不了解你們的 這些的居民要去承擔 我要請問一下 到目前為止 還有幾戶沒有領到 財務獎勵金 市長 你知道嗎 這個財務部分 後面的獎勵金發放是有地震處 財務這邊來做 我知道啊 但是查估了 第三屋查估誰查估的 查估是我們這邊協助來查估 對啊 你們的資料如果沒有送給他們 他們怎麼去做後續的這些的審查 跟那個合播的這個程序呢 我們資料都已經有送送給這個 全部都符合嗎 拆遷獎勵金的部分是實成的部分 應該都是符合的 相關的部分 我們都全力來配合辦理 我請問一下 到現在還有幾戶沒有領到拆遷獎勵金 這個我真的 我這邊可能要再詢問一下地震處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部分還沒有發放 我是覺得激同鴨獎 科長 這是不是你炒估的 你起來打悟一下 大會主席陳議長跟我們謝謝江議員的指教 到底幾戶 你自己自己也問 這我們有問在正處 但是他們說國際經理資料 這個我們會後會再跟他了解 但是我們負責的部分是查估的資料 這都完全都送過去 至於獎勵金是不是發放 我們再跟他了解 我請問一下 到目前為止了 那個處長 你請坐 我們有哪些 有符合的 或者是說哪些 如你們想說的就是差了兩公分 差了三公分 有沒有這些的問題 這不是在合理的範圍的誤差之內嗎 報告議員 這個拆除的部分的估算 其實在拆除線以後 往後還有一段的距離 在一兩公尺的部分 其實都有做查估 其實不會是差那個幾公分的部分去做 如果類似 在十公分以內 或者幾公分以內 這個是不是符合第一個 我們一個拆遷嘛 一個補償嘛 第二個就是一個拆誤的獎勵金嘛 現在到的快要都完成了 到現在 你們這個建設室也好 地震室也好 迷迷糊糊啦 困水模擬 反正是老百姓 跟我不痛 不痛勿揚 犀生是你 你變成犀生 跟我朋友有什麼關係 如果一年 你都沒那麼漂亮 你怎麼生我 皇屋的建築都已經完成了 你們是這種態度 就是把資料送給他們 到底哪些資料 你們那個會後 在市長總事務之前 好好跟地震室去做一個 對照一下 哪幾戶還沒有領到 拆誤獎勵金 哪幾戶沒有拿到 拆誤的這個補償 市長總事務之前 含糊給北熙 請坐 請主席列入紀錄 整個我們的進度啦 好像現在就是無頭昌隱 有一些的都市規劃案 一拖十年二十年 我現在一個人生 你們公務人員服務多久 二十年就要退休啊 每天都在繞這個原地踏步 原地在那邊 原地鑽 我們舉一個例來講 現在依然是 我像在幾天 你們縣長邀邀請去做一個 街牌 這個舊的那些公路級總站 要做一個街牌 是很開心的 可是林地啊 包括火車站 從劉守城時代 到了李國華時代 到了現在林沖浅時代 而且現在是第二屆的 曼林快要 這個任期的計畫 快要一半以上 我們不曉得 這個都市的規劃 是這種牛步化 到底我們 宜蘭的發展 是這樣子一個 限制是這種團隊 這種進度 我要請問一下 宜蘭 所謂的南城之心 這個規劃案 好不容易是拿到取得的BOT案 再來就是我們的 畫龍一村也是一樣 採用是有BOT案 原來是只有兩個BOT案 到現在這個BOT案 是怎樣 是胎死腹中 還是怎樣 把它擺在那一邊 不理不睬 毫無進度 昨天我請問你 謝謝江議員 有關於這個江議員關心的這個 南城之心的部分 之前有經過四次的招商 其實規劃案早就完成了 只是招商的部分一直沒有人進駐 第三次第四次招商有一家廠商 後來它不符合資格 現在因為轉運站的需求的部分 大概會配合鐵路高架的部分 所以會做一個計畫的調整 調整完 我們現在基本上的資料送到 因為那個是內政部的相關的規定 要他同意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接下來下一次的招商 關於畫龍一村的部分 都市計畫的變更案的部分 已經有送到內政部 不過內政部都委會 針對於這樣子的公有土地 是不是應該開發 是不是應該開發 其實有不同的意見 那希望這個縣政府來做後續的變更 我是覺得 不要把責任往上推 代表你縣政府的溝通 誰溝通的能力是有問題 這個案是經過多少的縣長 那你們今天政府開會是開什麼會 這種政府 無能政府坦白講 同樣的是一個宜蘭市的一個都市開發案 如果是私人的話 早就開闢完省了啦 你們到現在還在跟內政部還在溝通 真的是聽不下去了 會跟他這樣拚 會這麼漂亮 畫大餅只會畫大餅 你請坐 我想這些的問題 代表你們這種行政團隊 無論是跟中央的互動關係也好 真的是完全沒有什麼進展 沒有什麼所謂行政的績效 你自己這樣冷心自問 歷居這麼多的縣長 為什麼一個案子要拖著這樣子 是你規劃公司有問題 還是你縣政有問題 還是內政部有問題 還是那些協者問題 完全沒有時間 好好的做一個檢討 我要了解 我們到底是請在那邊顧問公司 你把第一個 南城之心的這些的規劃 是誰規劃的 那為什麼一而再 再而三流標 四次流標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畫龍一村的 興業廣場的對面 為什麼這個內政部還沒有辦法 取得內政部的這種溝通 跟同意 那明天是520 我們希望將來是一條龍 就是民進黨在執政 是不是這個效率 行政效率 是不是能夠 瞭解這種民意 瞭解地方的需求 看看這個未來的這個新總統 這團隊 是不是能夠 把這些過去所 剛剛說的 這些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迎刃而解 請現在總事之前 請處長做個功課 哈路給北熙 加主席歷錄 我們剛剛提到 現在新任的 還沒有開始接任這個交通部長 對我們宜蘭非常不友善 針對你說的 我們過去所受TOD案 那現在我們的規劃 看你的工作報告裡面是說 104年12月25號提送交通部 提送交通部之後的所謂的後續 現在是105年了 現在幾年 民國幾年 市長你答我一下 今天是民國幾年 幾月幾日 105年 幾月幾日 5月19日 將近半年的時間 我們不曉得現在的提供給交通部的 後續是怎樣 你了解嗎 報告議員 這個部分交通部有相關的審查資料 最近才到縣府 那縣府有針對他提的這個相關的一個意見 要做這個整個的一個回應跟因應 那我們會會整相關的資料完成之後 儘速再提交通部來做審查的作業 送了半年 然後最近才開會 開會期到了 然後他才回應 然後你再提再提出 你為什麼不化被動為主動 這是宜蘭縣的重要 高架 鐵路高架是非常重要 裡面是哪一科 交通規劃科 其實這是交通規劃科這邊 不過跟議員報告 我們都有主動積極的在跟這個鐵路局這邊相關的部分 在吹相關的進度 讓我請問一下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立委 我們的縣長去中央去了幾次 還是派科長去就好啦 我們每次跟這個部長在報告的時候 縣長都有親自帶隊 去幾次 後面我接任之後其實是還沒有 那不過就是520之後 我們這個部分會馬上來跟這個交通部來做這個拜會 那我們的立委呢 去了幾次 立委的部分 每次幾次下鄉跟相關的這個會議的部分 都有替縣政府來爭取這個計畫來趕快來做執行 沒有啦 我是覺得說你這樣子被這樣子退來退去 休來休去 這樣子 來來往往 這個當中 我們的縣長 我們的立委 我們是希望你們的行政團隊如果是有一些的問題 這個應該對依然性這麼樣重要重道的見識 管長 領委 這本來就要應該嘛 要把地方的這個民意要帶到啊 如果是中央在杯葛 你輸出民意啊 如果是縣長不關心 馬上輸出民意啊 讓老百姓知道啊 那是你說的嘛 非常關心 先啊 在這個 我們剛剛所說的 鐵路高架化 現在都面臨了 未來 何去何從 是不是跟直線鐵路是偷溝 為了直線鐵路是怎麼樣 也沒有看到管長 也沒有看到管政務的團隊 有什麼意見 完全都沒有 四支媒體也沒有 完全都無聲 是怎樣 是贊同我們那個準部長的意見嗎 建設處我請教你 謝謝議員 有關於這個直線鐵路 跟鐵路高架的部分 都是縣長 或者是我們縣政府團隊 非常積極爭取的部分 那有關於這個 這個鐵路 直線鐵路的部分 我們甚至我們一直希望是 走最直接的一個方案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 還在舉例的一個爭取中 那相關的經費 跟建設的部分 我們縣長跟我們的立法員 都有積極在爭取 如果你們非常的積極在做 你們應該 把這個信息告訴我們 宜蘭縣民 說我們的縣政府 很努力在爭取 對不對 應不應該 我們在專案報告的部分 縣長也有做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整體的說明 那你個人呢 針對蓋亞屬於縣府的重大建設 不管聯外或者是縣內的部分 我們都是積極來爭取 我希望不要做一個無聲無息 我們不想因為一個管政委的團隊 很不簡單 大家 宜蘭管民所期待 結果是這樣的這個結論 是這樣來對待我們宜蘭管 愧對宜蘭縣民 是不是 請坐 再來我請教一下 從你那個建設的工作報告裡面 我現在請問一下 土質改良是哪一個單位在負責的 誰 土地改良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地震處這邊來做整體性的部分 因為他 可是有一些如果是農地改良 像哪一個單位申請 由土地改良驗證的部分是我們這邊來做申請 如果土地改良改良那部分的驗證 相關的費用的估算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做執行 那我請問一下 我們宜蘭縣 立縣到現在 有多少有人申請土質改良 從立縣到現在 這個部分立縣到現在 我現在手邊 還沒有資料 我是不是 那我們就從公布到現在 有多少申請有幾件 報議員 大概有兩件 從公布到現在 有兩件 是從民國開始 民國幾年開始 報議員民國88年 民國88年 那個請好好記錄一下 從民國88年 開始實施嗎 開始開始實施嗎 這個要點的部分公布 公布要點的部分 那你們怎麼去向 內政部營建署 就是有一件 老百姓陳情的 要辦 補辦 那你們去 向內政部請示 說你們這是民國七十幾年 就開始公布實施的 所以你現在縱然 申請這個 合法的程序的補驗 這個證明 好像 對你們來講 好像是很高難度 我請問一下 老百姓如果 從你們所說的 不管從88年 或從民國開始幾年開始 只有兩個 兩個申請 代表說 第一你們正義先導不足 那另外一面 就是老百姓也不懂法令 不懂這個他的權利 那這種從抗就是下 老百姓 知道這種自責權利之後 想要事後來申請 可行嗎 包議員 補充一下 中央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66年就有 那88年是我們訂定相關的這個要點 審查要點 那我們這邊是針對於這個 費用的認定的部分 做一個審查 那議員指教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這個 請示過中央的一個相關法令 有關於溯及在認定的部分 其實是法令上是 沒有辦法做這樣的 塑及的一個認定 你這樣子有點躍權 我是覺得 你只是受理的單位 我剛剛請教你 整個越南縣 合法施行只有兩件 這更可惡啊 你們這些的建設處 業務上的工作報告也不寫 然後有這種法令規定 你們也不宣導 學法施行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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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們一般的這個八歲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這種態度 真的是 我看你們就是 這個二官員 因為時間又在要搞 真的是 欺負老百姓的 真能夠夠 這個 這個 協導總事前 把那個兩位 為什麼可以申請的 請航務給北熙 請出一列入幾路 再來就是 要求事項 再來我請教一下 我們公務處 公務處 我想 這個建設是非常重要 你問一些 我們 我給你建議的 你把它列個表 做好幾乘 還沒做幾乘 管你就是航務給北熙 所以我請教一下 我們 所謂啊 這些的基地台 的申請 包括他的基地台 包括他的一些的架式 不管是基地台也好 或是他的天線也好 要不要先向我們聖政府 申請這個 雜像執照 報告議員 這個基地台的核准設置的部分 好 謝謝江議員 那 大家辛苦了 是不是我們 基地台還有一個人要說 是不是後面的聯絡聯 讓他先回去好不好 好嗎 沒關係 好 總聯絡人 讓聯絡人 可以 下班了 好 繼續我們來 請那個 沈德茂沈議員 議長 主席 我們的BC 兩位處長 所有的副長 我在董營 我想在這裡 對建壽處 有幾個兒子 想要你 探討一下 前一個應該是說 剛才大家都說鐵路高架 這個鐵路高架化 我覺得宜蘭館 真的是有一點 這幾年來真的是 說打拼 吃打拼 但是說鐵路把它移到自己身上來規劃 也 台灣 這二、三十個 什麼關係 國民人來 我們二人關係 特別去提計畫 跟交通部 說 這個規劃 我們要依那個鐵路規劃 要不要高架 按照那個規劃 規劃辦法 你拿給我錢 我來規劃 就鐵路局內政部 交通部那邊 就同意錢給你 一、兩百萬給你 你就去規劃 所以就把問題丟在我們宜蘭縣政府身上 今天 才在議會 在質詢 在講宜蘭縣政府 到底關不關心 鐵路高架 南部所有鐵路高架 搭一條跟管理政府有什麼局勢管理 除了用地徵收 要用地方政府去協助徵收 台南也一樣啊 除了鐵路徵收以外 如果你要做 我就鐵路做說 地方政府的事 我就按照這個地方政府就來幫你做好 做好土地 做土地交給你 你就來做高架的工作就好了 就議員觀眾就很厲害了 是幾個年前就很厲害了 所以你今天 你在鐵路高架 才出了這麼多疲勒 還要再匯整資料 這根本不是議員觀眾 所以在地上 在地上跟我們無關 他路人偉好 偉好之後 他的託帝是涉及私人 要徵收 他就把他交給我們宜蘭縣政府 我們就依法辦理徵收 徵收好土地交給他 錢也是他們出啊 搞到最後宜蘭縣政府 搞到最後今天 變成交通部 交通部把這個問題丟給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 就來承擔這種黑鍋 大家過病 所以我告訴你 處長 你也剛才這麼無話久 我是來建議 這個案 你真的要好好努力 看怎麼樣把問題 再丟回中央 好好去處理 不要老是放在宜蘭縣 宜蘭縣這邊 這邊承擔這些 不應該承擔的壓力 讓大家 對我們宜蘭縣政府 也有很多的誤解 人家沒有這樣 人家沒事情 你看 賴神賴清德 他要說 我就要土地送給你 你不是土地 我承擔還要承擔 結果這樣子的事情 為什麼要變成 整個規劃案 是宜蘭縣政府的事 然後要東移西移 要不要再沿地 或者要東移 搞了亂搞一起 我真的是 我是把這件案特別提醒 我希望監獸處你們好好努力 第二個我想要請教一下 現在稅間處給我一個文 他說龍田水利會 龍田水利會 他的抽水站 那個房子免稅 那我先要請教一下 龍田水利會的那個抽水站 要不要有建造跟使用執照 說明一下好不好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他們現在查出來是黃屋 黃屋睡 不要假黃屋睡 好不管 但是總是要建築物 建築物要長上來總是要有執照吧 如果他是屬於建築法部 應該都是需要執照 好你請坐 我希望你們去查 把所有他們的那個抽水站 全部去跟他查 全部查出來 看有沒有依法申請建造跟使用執照 如果沒有 他正常 他稅間處說免徵黃屋睡 我沒有意見 他說他有一些法律免徵 好免徵就免徵 但是最少他的建築物在那個土地上 他應該要有使用執照 人民申請的時候不然就是違章就要拆 他們沒有申請可以就設在那裡 我想公務機關更應該守法 所以我希望建築處你們調查 再把這個內容跟整個情形 在憲政總執行的時候送給我 請內入會議記錄一下 好 標9事項 第三個 我想跟建築處說一下 現在武捷都市 都市計畫 工業企業把它改成產業專區 這個我都沒意見 我也支持 只要能夠對人民的土地 土地有正面上的開發使用 而且會創造它的財務 甚至於它的交易 活絡或者增加土地的開發 我都支持 但是喔 武捷都市計畫 竟然可以用產業專區 協進都市計畫 這一段時間你們又在搞 協進武捷都市計畫 協進地區的部分 什麼要去 農田 糧田 要把它徵收 變更為水利用地 這不合理吧 連家的土地 都可以變更那麼好 為什麼 協進都市計畫的農業 農業土地 就要變成水利用地 為什麼 這很不公平啊 這差很大 我一直覺得 這有時候人民不曉得 這用這個議會執行 剛剛好 給民眾如果在網路上看得到 也知道說自己 哇 這差這麼多 有的人 有的人 推坑 有的人吃過水 這不合理吧 我想這個部分 我也不要你回答 我希望你 武捷都市計畫 這個產業專區 剛好變產業專區 我全力支持 但是 協進都市計畫 不要忘掉人家 因有的權益 不要亂搞 那個都平地 你不要亂搞 真的不要亂搞 還有武捷都市計畫裡面 那時候有做 有 有去 這個 座談 說明會 我最煩惱的是這樣子 當年 工業區 工業區 當年的工業區 去把它建成住宅 住宅是 那時候 小型工業區 是要50坪 結果 50坪 都把50坪 建好 全部都是小型工程 然後再一戶賣給 那個不資的人 所有的鄉親 來給他賣 哇 整片地都農 持分 哇 那塊地 我不知道你 變成產業專區 那塊地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一塊土地 在武捷都市計畫 這一塊土地 你們要怎麼處理 我不曉得 但是我現在特別把它提出來 希望 議案線政府 能夠 特別去注意他們 幫忙他們 解決這個困難 在法律上 許不許可 你們就按照都市計畫 的變更手段 去處理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 就把它全部 變成住宅住宅 每個人每一戶都給他 單一一間一間 不然那個要不要太麻煩 你做產業專區 那邊還是留工業區 繼續留在那裡 也是害死那群人 當時為什麼核定 使用執照給人家 這個 說起來 這個議員管理會 真的太厲害了 這段時間都很厲害 那 在協進都市計畫裡面 我們一直在講 中心社區 希望畫一塊土地 那個 這個活動中心 已經在講 也有提案 議案線政府好像也沒有排斥說 不要給這個活動 可是問題是 他在協進都市計畫裡面 你一定要去變更那個土地才可以 就在文創園區裡面 希望有一塊土地 讓他們使用 所以我也是希望在這裡 特別提醒處長 跟你們業務單位 如果中心社區的活動中心 容許在文創園區裡面的一塊土地裡面 靠這個中心路這一邊 可以的話 麻煩你們也做協進都市計畫的變更 讓他有一塊 比方三百坪兩百坪 給他們做活動中心 才不會像那種流浪漢一樣 倒置各安流浪漢 流浪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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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就流浪漢 大剃除 這樣看起來也很可憐 所以中心社區這一塊 如果可以 請你們考慮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提個案來變更 協進都市計畫 用一個新辦事業 給這個中心社區 來做一個建新政活動中心的位置 再來就是立澤特定區的這個都市計畫 我想這個 你91年 在留守縣長的時代就開始下去了 91年到現在已經105年了 整整14年 哇這孩子已經都用特國中了 我們還在規劃中 所以也沒有人很積極 也沒有積極 就是每一次的計畫 你們的執政報告 每一年大概都是一樣 每半年內容都差不多一樣 我希望說 你們是不是可以用一點心 變一些預算 再下去的細部的一些規劃 讓他可不可以繼續進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也沒辦法 你沒有進會就沒辦法執行 所以我想這樣子 還沒執行以前 過去執行到現在 我希望你們被一個 辦理進度的一個進度表 我想這個管控表裡面都有 是不是可以在憲政總執行 把這個控制表送一份給扁西做一個參考 請我們列入會議紀錄 謝謝 要求是這樣 那 各位就是我們公務處 公務處 公務處現在是這樣 農田水利會 公的農田水利會 就是他們的問題 頭很痛 高速公路的下 側側道的下面那個寒洞 那麼多 全一按線都有 就不要請 大家 民國九十兩年 他就明明 他交給農田水利會了嘛 他們也跟籤手都籤手籤好 說到要清理的時候 他就說他沒有錢 我沒辦法 聞來聞去 天天搞 處長有沒有什麼對策 跟農田水利會有沒有什麼對策 可以說服他們來幫忙 這個通通 農田水利會通一通 你想 夏天快到了 台灣也快到了 你說一下 看 你有沒有什麼對策 不要怕他啦 議會跟你當 議會會做好頓 我想這個 當然我們討論過也要求過很久了 主要預計的部分 我想就是 都要去清理 或者當然就會受到排水不良 然後上油斷就會淹水 那 假設他還不清的話 我想 是不是可以用環保的法規來處分他 這個應該是可行啦 請坐 真的是 我是認為農田水利會 是宜蘭縣 北俄先生我不知道 在宜蘭縣我的感覺 說人家的錢是絕對搭牌什麼錢都一直收 限制於民宿現在也要收 欸 營業搭牌的營業水喔 他有訂一個辦法 更貴 什麼錢都收 收了這麼多年喔 我不知道收了多少錢 收了錢進去他去做他的福利什麼都 我們都沒意見 但是說到他應該執行的公共的安全的一個 一居的水鍋的時候 欸這個都不是我的 用錢也都招待喔 我們可以查嗎 我們宜蘭縣就 打個單位可以查 你們幹部處可以查嗎 不行喔 總之請我再請縣長看怎麼查 真的是 講到農田水利頭就痛 不知道怎麼樣跟他們溝通 每一次來了都沒錢 每一次來了 這個都是縣政府的 前幾天去看這個 別水的那個什麼 羅東正跟武捷的那個什麼 別水網的一個那個 你碰到他們的排水系統 喔這都不是我的 這管政府的 喔這跟管政府有關的 這不行不行 這管政府有錄案的 不是我的錄案 怎麼那麼奇怪呢 你們跟他溝通好像非常不良 溝通非常不良 真的嗎 啊行政機關信然輸一個公法人的 一個用農田水利會的通則 這個通則 必然比我們更用啊 啊我們管政府都沒有 數所無策 啊我是說拜託 處長你都跟他溝通了 給他救一下 對吧 你不要叫管政府去 管政府下去 真的叫不民主 因為他們是會員制的選舉 管政府是普遍性的人民選給他的 票絕對多他不知道多少倍 可是他好像權力就是比宜蘭縣政府大 就是配合的不來 到處配合不來 每一個地方我看都搭牌 什麼地方都不好搭牌 我想藉這個機會講出來啊 希望啊這網路啊 可以讓他看得到聽得到 我們真的是很難過 因為這個農田水利會 不願意跟行政公務機關配合 接受行政機關的指揮監督 他們自己走他們自己的 這一種民間團體的一條路 而且架區於各單位 所以很恐怖 自己想要怎麼自己做這個辦法就走 我們這邊還要有議會感到 他們都好像還沒有人前都 就這麼樣子 太輕鬆了 這個喔 拜託啦 這一個高速公路下面要下水 那一個 那個車車道下的那個排水溝的所有 遺安線整個 整條線整個遺安線裡面的 有通過的 拜託一下 是不是可以再請他們幫幫忙 清除 讓大家過得好一點 第二個 下水道 現在下水道我們五節地區 現在有很多鄉親 再假說那個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做得很不錯 可是我們旁邊的大吉的那個 榮美大閣還有三進別墅 就是那個五節派出所的後面那些 那一部分都是三進別墅 在過去五節國中左右 都在這一條 一號十五線上 都是 旁邊都見了很多 只有住宅 滿大型的 住宅很多 有幾多民眾就來反應 有沒有辦法把污水下水道 延伸過去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繼續延伸 好的政策可不可以延伸 處長你來 來關心關心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是屬於VOT的系統 那VOT有一定的範圍 那假設超過這個範圍 當然就是要再跟他談 那假設真的聚落已經形成很密集了 應該要接近來 這我們去處理 請坐 我希望你們來考慮看看 在五節的派出所 五節的派出所 五節國小前面 往五節國中那個方向 我看到到裡面 其實我幾乎 有時候比較不敢講 不過五節國中的 花影新村那邊 也是全部都是居肉 整一片都在住宅 都被軟造 然後榮美大閣 三進別墅 都是一個 極有住宅 很大 我想說如果可以 是不是 挖過 以二十五線一過去的話 大概全部都可以接得到 如果可以的話 請處長你這邊 考量把它拉進去 然後來規劃 經費上我想 中央對下水道還蠻重視的 是不是可以再爭取他們經費的 走移補助 然後一起來努力這個工作 讓下水道 比較需要的人都可以去享受到 好,以上的時間就送給大家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陳振南、陳議員 主席兩位處長 各位董人 我要請請教 我們現在 隔著處長 現在詐騙集團建設 你如果你看 所有的 中央店的所在 不管公路四季 或大樓四季 請在說 你愛錢 來這裡重點拿就有了 你看 那算不算違規 那算不算違規 全創一隻股車 那創一隻股車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下一個 重點四季 就錢四季 等等 這個 這個 是不是算違規 結束一下 謝謝陳議員 有關於這個 這個 以車輛的外觀的部分 來做這個 所謂的 借貸的這個部分 的一個廣告的部分 基本上那個是 在監理機關裡面 如果他有申請的話 要變更車輛的這個外觀 才可以 才有辦法這樣做 那這是車輛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外觀改善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跟監理單位 來做 溝通 那其餘的部分 如果我們各路口 如果是樹立廣告的這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這個部分 要看他有沒有合法申請 如果有合法申請的部分 就有一些合法申請的部分 那其餘的部分 我們會來做這個部分的整體管理 主持人 主持人 你們像這個 根本就沒有在管 我告訴你 像這個廣告物資格 等等 像這個地方 在大樓的地方 那些都在大樓的地方 但很明顯的所在 那樣的 都是鋸車 鋸車 每個鋸車 要保護的鋸車 要保護的鋸車 只要保護的鋸車 跟著路邊資格 找到鋸車 zap the road 適合輕鬆 鋸車 行道 是整整的問題 這樣 像這樣 你 收視 要請示公路局 要請示公路局 這樣講 你 鋸車 這裡 車的話 沒有 這斑 長期 廣期 放在那裡 等級放在那裡 像這種的整整形 自己試試看 到那裡是不是違規 違規 裡面都好像比較沒有到 對 給你再說 報告議員 有關於如果這個車輛 是沒有這個牌照的部分 是屬於比較報廢的車輛 那我們就來聯絡 這個是環保局 在這個部分會來做整體的處理 是屬於報廢車輛的部分 如果它是有牌照的部分 基本上佔用到道路 影響到交通安全的部分 我們會請警察局先把它拖 拖到這個比較沒有影響到交通安全的一個地方 警察局 要去查 很多營養縣 路邊的四處 很多看來報告的車都在那裡 到底是一個廣告號還是什麼 就是違規什麼 就是違規什麼 你去查一下 自己去查一下 那個 市長喔 我如果沒話你不要去嗎 我們 不要不要去嗎 不要啦齁 我住的地方你知道嗎 我住的什麼路 我住的地方是南安路 南安路 我這邊是商業區 那邊是工業區 一邊商業區 一邊商業區 一邊工業區 一邊商業區 一邊工業區 剛才是一邊工業區 但是你在工業區 我住的那邊工業區 現在好像都沒有人在住了嘛 也沒有工廠在家 還沒有工廠 都沒有工廠 沒有工廠 民國 六十年以前的 是獨家編店 為工業區 那現在現在都沒有 大概一百塊兩年了 現在現在現在一百塊五年了 都沒有實際在 在工業區 這家工事業 你看我對面那邊 每間房子都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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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在做主照會 沒有人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幾個看 你沒記不 這個問我知道 像這些政經 那土地是要來 佔經 土地學 佔經 那邊的佔經 自在市 還是商業市 要如何 來佔經 像這些政經 已經說 很久了 又很久了 我想說 你對建設修訂的時候 一堂號前後 是否可以 我這邊是單號 那邊是雙號 雙號 雙號是不是可以 變更自載區 還是其他商業區 都沒有問題 無關 根本是在工業區 工業區 現在是不是去 那邊要改建 要做什麼 照工業的標準都不一樣 對我這邊的雙號 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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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號 也非常的不公平 是不是可以 來照 依照 都都數據 我 都都幾個月 來來 改建 這個管道 報告議員 有關於這個工業區 當時劃設 可能有他當時的背景 那因為時代變遷 這個地方已經不適合 在做工業區的部分 這個有需要我們會來做相關的一個變更 不過要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這個變更 因為在都市計畫裡面 變更的部分是需要回饋相關的土地的部分 來做這個公共設施 那因為那個區域其實房屋非常的密集 如果用一般的變更回饋的部分 要劃設公共設施的困難度是非常的高 因為他房屋非常的密集 所以那個部分 未來如果有需要 當然這個部分 還要再跟地主來做討論 他透過都市更新 或者其他的方式 可以來做整體的一個發展 那至於 有需求變更成 不管商業區 或者是住宅區 我們都樂觀其成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工業的需求 我們就應該來辦理 出場喔 時代不一樣 以前的那些是小型的肥業加工嘛 現在所有的工廠都在農土工的區 綠造工的區 如果沒有的那些 還不可以在做汙染的製造業 所以說像這種情形 你看什麼方法 是不是 這個事情跟公所 有沒有跟公所有關的 剛才會跟公所有關的嗎 我們這邊跟公所有關的嗎 基本上也會跟公所做協調 因為這個部分 擬定機關是在公所 是不是跟公所 因為我們 政府比較內行 這個法規問題 都知道是 你是不是跟公所接洽一下 好不好 如何把南安路的生活 變更為自宅區 或其他的區域 好嗎 好嗎 你那邊跟水利高高高中 列入記錄一下 列入記錄一下 南安路 你也不知道我帶你來 我頭上那邊看 每間都會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先知道 你有開過 那再來就是 現在這個 這個是 隨於 公務單位 或是 這個 現在可以做 我那條路的桶梅 那裡 有五顆油口 五顆油口 你知道嗎 我那邊擺的五顆油口 桶梅 水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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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顆一顆 三顆 三顆 油口都空的 如果存在兩顆 又有底水 又有油 現在油 可以說 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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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顆油口 都贊助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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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 唐 каких 輸でも 有か 我., 道路 前面 市民 叫他趕快 遣迦到別volent 到不мер 佔ίο 願 Dor 穩 À Ê 水иг 江 游 這是 現在有新的封 Delicious 澳 那邊擠壓室,這邊拿下去,就移到到位了 不像以前的儲存嘛,儲藏嘛 儲藏五條漁庫,那都是民國幾年多年 民國四十多年多年 那裡有學生,有口誘害 所有的其他人都六十個年,有六十個年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說政經裡面,四十多年,那五條漁庫都是三十幾年 四十幾年,有口誘害了 做五條漁庫都放得渣,這樣子的漁庫都放得渣 是不是你這個結束嘛 是不是結束,你是不是了解一下,可可依 要解一下這五條漁庫,要叫他簽 沒有問題,我們來進行了解,因為那個可能跟漁港 了解一下,是不是戰鬥道路 那裡有漁庫,到底要有漁庫嗎 那裡有漁庫,到底有漁庫嗎 那裡有噪音嗎,那裡有衝傷嗎 那裡有衝傷嗎,整整問題嘛 你給你看嘛,這樣好不好 你如果不知道是北東我們地方的議員 我北東自己來,我自己來得沒關係 那裡有漁庫,你拿著漁庫來 我們這裡有漁庫,漁庫到這漁庫 這沒有漁庫多少漁庫 我想說這個名字,我們要知道 你錄一下,會好是 我們建設處長,了解一下 最少沒有五條漁庫,這都是大陸 那裡有漁庫,整體的有漁庫 整體的有漁庫,有漁庫 還有其他有漁庫,其他有漁庫 其他有漁庫問題,我們都去看看 去給大家看一下嘛 彈一下,記錄一下 是 這個不要再結束,沒有時間 再來就是 現在這個 海恩憲法 已經 協助了 因為都通過了 是不是有整體上已經都確定了 公務處長 海恩憲法 海恩憲法已經通過了 不過現在就是要劃定一二級 宜蘭縣大概水利署也建立了 它是二級的一個海岸線 不過我們認為說 宜蘭縣目前受到整個 不管颱風或是海浪的侵蝕 應該要劃定一級 這個營建署那邊會開會來討論 那我們會去做適度一個反應 你要尊重 因為南方有 所有的 那些都近海棋的事件 你知道嗎 你要慎重一下嘛 再來現在主席 剛才那個 我們交通室嘛 剛才有在開會 縮型站的這裡的宜蘭車 宜蘭車嘛 大陸 現在都很多大陸 大陸開的 宜蘭車都在縮型站 聽到立法連來這裡再開 要改過嗎 交通室 交通 報告議員 有關於蘇澳新站的大客車的停車位 之前縣政府 有跟台鐵局商界相關的土地 來做這個大客車的停車位的劃設 後續後來因為有一些損壞的部分 後來公所有來做相關的補會 對相關的事情 已經 這個宜蘭車已經 沒問題了嗎 還是怎樣 要在大陸口的時候 你現在 眼前我一回看 那裡藏在路邊 一回到路邊 你聽好他 現在意思是說 車來 你把車還沒來 你藏在保衛 聽好車到他的時候 你趕快過來坐車 那這輩子 那這輩子 這個部分已經相關的 這個後車的空間已經都有規劃 已經有在使用中 那因為 有時候是擔心是因為 車輛一下子 需求量太大了 所以可能需求量太大的部分 才會在路邊 有一點等候的一個空間 基本上那個停車位已經有處理過了 這個 這個 西馬地區的是 現在 新生伊南 三五 伊伯 西部規劃 現在他們說要做 樹立重劃 是不是 建設庫 建設庫 現在他們說要做樹立重劃 到底現在他們 現在進行什麼程度 一般都不知道 他們搶的 他們搶的 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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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多久的時間 可以讓 樹地重劃 讓自己辦 樹地重劃 解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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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有關於 蘇澳新馬三號 三號的部分的西部計畫 現在 他們擬定的相關的資料 已經有送到縣政府 縣政府也有開會來做這個部分 相關的審查 最近如果 基本上 他們 就 這個來講 我們可能會先依據這個部分來辦理 公展 應該是 在最近就會來簽辦相關的一個作業 那 這個公展完之後 當然就會有相關的後續的都市計畫審議 那不過這個部分 應該要送到中央來做最後的核定 所以這個都市計畫程序 還要在縣府還有中央來做核定 那現在他們相關的資料已經有送進來 送進來 好 現在 公務處 現在我們有 之前有很多你的水資源中心 現在 地方就說你外觀不好 市計畫做什麼 我就說 你現在已經過得好 那時候做得好 那時候做得好 那時候 你現在都 不可以停車 人家走路四街 正正問題 不可以停車四街 停車問題 我剛才禮拜 我停車都一塌糊塗 該說得好嗎 到底做得好嗎 請問 我先問 這個 幫議員報告 南邦汙工船 已經 重新發包開工了 預計十月底前可以完工 哪一個 那個工船的部分 10月底以前有發到完工 那久喔 因為比較開工而已 那是工船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我們有威力 在那個近南公道前那個 那裡6月底就能完工 沒有啦,這10月那麼久喔,你很明顯速度 是是 沒有現在人主持齁,如果我 有的時候,在那裡過,在那裡過,大家會命 做做...做做睡到那裡的事 停車問題四處齁 做成出生的睡覺啦 是時候會說這命啊,你要趕快做啦,好不好 那我六立的啦 好不容易就給我,你只要做下去了 你不要做那種空氣的啦 我告訴你,就是空氣 剛才媽祖的頭前四季,大家非常無尊敬,媽祖的真正 你們都要做到偏偏的地方,這是學生學理的 他說,大家都已經頭前的時侯,部署比較好事 從上面,外觀部署比較好事,大家已經做到好事 現在所謂所謂的水資源中心是,到底有怕損,放在大尾了嗎 因為這次恐怖的時侯,水資源中心就是要頂暗,不然你就沒辦法了 這水資源中心的頂暗是,你到底是,過來的人還沒,又去那邊還沒 到底你有十六十八歲嗎?要到尾了嗎?跟我們解釋就好了 剛才邱嘉敬議員也建議在港口大白那個地方,那我們會去做評估 那假設那個地方是可以的話,我們大概會再跟地方說明一次 對,這個要緊一點,地方要收縁,要收縁 不就一個公公三年,一個公公五年 現在他們已經只需要五、五、六、六、六年了 起一半了,沒有電安,你也不可惜了 這個就是水水源中心 我們如果有在看 像是在觀摩 在水水源中心這次是 現在社會的趨勢就一定要做 沒有做是不行的 這個就是要趕快做 現在他們主席的是 現在社會的時侯 現在社會的時侯 我們蘇鵝跟蘇鵝 這陣子沒有做 那裡面所有的蘇貝 那個沒有做 蘇鵝跟蘇鵝這陣子有做是不是 裡面蘇貝 不是啊 飛鵬康、蘇貝 沒還什麼 哈 東澳的蘇貝 東澳的東澳沒做 東澳和蘇貝不做 那裡的 那裡的都不用 那個東澳跟蘇貝不可以 威 They don't worry 威 They don't worry 那個都不用威 They don't worry 東澳和蘇貝不必威 They don't worry 阿 現在做的部分是蘇鵝到東澳 是有穿越隧道 東澳到南澳是走原來的台角線 南澳之後才又有隧道 繼續往漢本的部分來做執行 公路高架 立體化 應該是106年底可以完成 好 謝謝陳議員 我們接著請游翔的議員 不在場 我們請吳秋林吳議員 主席哥同仁 我們正建設公務處兩處的 處長跟割長 應該是要晚安了 首先我想請問請教公務處 我們道路橋樑的改善工程 現在目前有一些舊的橋樑 它的這一個 算說它的橋樑還有橋樑 所以往往在有垃圾的時候 它會卡在橋樑上面 那這樣的一個橋樑 我們有沒有改善的計畫 跟吳議員報告 橋樑我們本身 每年大概兩年會漸減一次 只要是結構有安全疑慮的 當然那個是結構的部分 當然就是盡量去清理這個卡到垃圾的東西 當然這是治標不治本 我們逐年的去做改善 我們不要說一下子都把它重建 我們每一年的逐步的做改善 可不可以擬這樣的一個計畫 基本上還是要看橋樑的一個安全壽命 我們當然會去排 假如說它的垮度不是很長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是不落 因為就我所知在16分均在往下游的部分 它有一些的橋樑也 因為配合我們的兩岸水池工程也做重建 但是往上中游的地方 這個部分還是有些沒有做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工程 所以你就沒有做改善 這個部分我們可不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計畫 逐步的做改善 我們每年都要再去清理 基本上當然是會牽涉到整理財源的問題 還是回歸剛才講的橋樑問題 還是我排水有問題 我們當然就會去優先順序來做逐步的一個改善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問題我們逐年來做解決 好,你請坐 去年在辛勤一路跟二路的地方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跟公所做一個配合 公所出一部分的工程款 我們出一部分的工程款 做改善這個農路的路面的一個工程 跟鄉親工去年 這就要發包了 發包了今天已經五月十 五月十九了 我們有沒有計畫 什麼時候要做 因為公所賓都傳給我們 我們什麼時候要做 課長說好不好 哪一個課 这个案子我们好像没有经受到 有啊,你有答应的啊 有啊 是我吗 对啊,公务处啊 公所说钱都串好一个了 这个我们会后来了解看看好不好 对啊,到底有问题 就辛勤一路嘛 对,你一中也在说 然后他们附近的基民一直在反应 我来问公所看到底是 公所说,因为他们答应公所各出一半的经费嘛 公所说要答应OK啦 但是我们没有动作 好,我来了解看看 假设没问题的话,我们就配合来处理 赶快进行啦 等那久了 好,你请坐 再来喔,目前 我记得前几年我们在看到我们的生活圈道路的改善计划 我们今年有这个计划吗 务动部分就好了 那个生活圈滚动检讨大概是 今年会已经重新开始了 那假设罗东的部分 假设不管是市区还是 罗东应该都是市区的部分 大家有生活圈希望提报的话 我们当然都可以去争取 因为就我所知这个生活圈的这种道路改善好像是说在八米以上 中央公路局那边才做这样的一个补助 做拓宽啦 但是目前罗东的这一个,我之前我知道有那个月梅路跟湾道一条西西安街 但现在不管说一定是我们西安街或怎么样 但是对于罗东的,因为罗东的交通 我先等下提到的就是我们 现场一直在提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我们的四横六重的计划 其实这一个是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道路拓宽或者道路的施舍 但是这一个生活圈的话呢是改善 在这里面或者是这个湘跟镇之间的一个道路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做大的就好了小的就不管他 所以我会为什么会去问呢 因为罗东到了假日的时候会跟一个大停车场一样 都塞在那个地方 所以像要到三星也好,要到那个梅花湖也好 都有这样的塞车的这个状况 当然你公正路的那个延长拓宽 这也是一种改善的一个工程 所以我希望呢不要光只是看到这一个对于这一个三脚下的道路的失色 或者是那种所谓的四横六重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县长一直讲说什么 现状的这一个道路的这种交通问题的解决 这种生活圈厢里面镇里面的这一个比较宽的道路 能够让它拓宽的话 对这个道路的交通问题解决会比较好 你认为呢 生活圈大概就是十米以上的道路 当然陈主刚才议员讲的就是罗东去联络东山 还是附近的一个生活型的一个道路 但大家都知道罗东的道路 其实旁边房子也都很密集 那到底哪几条是这种必要的一个联络的方式 我想还是要经过监设处这边跟我们做一个通盘的检讨以后 看哪几条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提报生活圈去争取的 我想当然我们就会去优先去排列 你请坐 当然房子越盖会越多 越盖越密 如果我们不及早的做这样的一个拓宽 或者是这一个开设的话 问题会越来越麻烦 所以我希望呢 你把这个我们今天有没有提报这个生活圈的这个 这个有没有 在现场总织集成把这个计划 这个承送本席 今天还没有 那你去年有没有提报 你是不是说滚轮式今年要提报了吗 去年他并没有做滚动的东西 今年我们会再正式再盘整一次 什么社会什么时候送 大概是应该是六七月以后 好你们要送的时候有一份的资料给我 那我们也会请公所提出他的需求 因为是到底还是都市内的道路 那还是要公所他也要有想法 对 那那个我是觉得就像刚刚你说的 也要跟教育建设处这边做一个配合 也不是跟罗东 因为罗东跟我讲跨了三星 跨了东山 跨五街 这些的跨街的道路上也要跟 就像我们上次张一元 在当那个江党的时候 清沟路的这个托宽 也配合罗东的这一个部分 这样才是一个很那个 完整性的一个道路托宽 所以希望做一个完整的考量 好 好 那那个 建设处这边 我相信我问你应该知道我问什么 罗东交通转运站的问题 现在怎么样了 报告议员 有关罗东交通转运站的部分 因为之前就是因为下课处的部分 离这个火车站跟上车处的地方太远 所以做了整体的改善 那议员之前有提到的这个建议 我们大概初步有一个想法跟一个规划 那也跟相关的单位做一个讨论 那这个部分比较成熟以后 我们想说再来跟议员做一个报告 那基本上的规划是近站的部分 因为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 会前往搭乘相关的这个火车还有其他部分 所以近站的部分还是会在里面 那至于后面阳明路以南的这个部分 会全部来给这个我们的接送区的民众来做使用 那另外在外侧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给 计划给这个计程车的部分来做一个排班的一个需求 然后做整体的一个分离的部分 然后让动线可以不要交织跟复杂 那民众的接送就可以在阳明路到这个光荣路中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等候区来部分来做一个接送 处长 我说你们两个头脑 这些爹上我不能说 你请坐 你去问你的秘书长就好 他也是去带孩子 结果他就会让他的命 他说我也是要一个地方在里面 跟人家打造会 然后呢塞在里面 就跟你讲 你不要让接客人的这个车子 不要进到转运站里面去 你要进到转运站的车子是要让他去要下课 就是要让他要去搭那个 那个格马兰或首都的 你硬是要把车子通通挤到里面去 塞车塞到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在规划什么 每一个要去进到里面去 再人家 或者是这个去接小孩子的 或者接那个亲戚的 都一定要在里面去再回转出来 一规划 从十二月底规划到现在已经五月了 再来再几个 这边就六月份了 你没等到今年的童安节 刷再来再规划 你不要再跟我说 你请坐 跟你讲你们要多多参考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去讨论你的问题 想你的问题 你多多问一下用路人 这些要接客的 要下课的 这些的这些车辆 他们的使用的态度是怎么样 你要把计程车拉到外面去 我问你 我问你就好了 计程车他要去到车人家 对啦 你真的是 都在找麻烦 这个部分 我等现在农数行再来讨论 再来 我们的公共运书里面 有一个停车 后车停医化的资讯 这个是谁管的 现在是我们这边 在实行整体性的部分 在实作 还有后续的资讯的管理 三月二十八一天 我已经冻不住了 我只要在Facebook上面 我把照片照到Facebook上面 为什么呢 看到上面的资讯是 二月二十八到二月二十九年修 这是二月二十八年修假日嘛 然后 有高层仔 请特别注意 已经是三月二十八了 我们还在po二月二十八的资讯 这个能够解决问题吗 后来真的 应该有人看到我的Facebook了 才赶快又改过来了 我们要的是及时的资讯 这些东西 是主要就像 用路的 用这一个车子的人 他或者是公共运输的人 他能够及时掌控这个资讯 他能够能够 马上的 看我现在要搭这个车子 再几分钟过来 然后呢 那我这个车 这一个资讯 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些车辆的 交通上问题 我能够马上解决 我们不晓得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处的谁啦 这是谁负责的 公共运输 好啦公共运输 你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谢谢吴预言指教 公运输报告 有关这个智慧型看板的部分 我们后来去查 其实是因为那个 我们有请厂商其实时间大概要下来 那因为那时候可能是 系统上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在系统上 没办法直接做移除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天下午 就接过这个讯息的话 我们已经全面进行整个编修 柯大 我们委 好啦你请坐 我们委外 是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还是要管理啊 要去了解他到底有没有 要我们的要求做 不是说我委外就好了 所以随时的麻烦 我们这个跟资讯的更新 不是说我要你每一分钟都在做更新 至少半天去了解一下这些资讯 到底有没有要需要做update或者更新的 不能光只是说好那我给我委外人 我委托给别人就好了 必须要有一个人负责 你们很年轻人很喜欢滑手机嘛 随时去看一下到底哪一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在我的掌控当中 你看3月28到2月28差了几个多久了 一个月了 所以表示这一个月都有人关心了 谢谢 署长 这个部分是我们的疏忽 我们会 谢谢议员的这个指教 那我们会虚心来做检讨 那现在我也要求在这个部分 每天都要有人去把这个资讯重新看过一遍 来做这个处理 也谢谢 非常谢谢议员 对这个部分的关心跟指导 好我们会来虚心来改善 好你请坐 确实这些东西只是是即时的东西 不能说等到人家发现来告诉你 他在这里来处理这些事情 这已经太慢了 然后那个这个 我们的孙唐议员要我跟我们转告一下 就是说那个部落的后车亭 它的真摄 红柴都找黑了之后 红柴过多久了 你要一年而已 这个又是用哪个地方脱脱啊 会后又去了解一下 哪个地方问题出到哪里 要修正或者是要重建的 要不要跟我们孙唐议员做回报 还有土壤易化的问题 我相信去年 应该说今年年初的时候的台南地震 知道了以后 那其实这921的话 已经有这个土壤易化的一个问题了 那在宜兰有一些的地方是属于红色警戒 有一些是黄色警戒 那这个红色警戒 那这个红色警戒 当然土壤易化不是这么的恐怖 但是我们这个要盖房子的话 必须做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改良 对不对 是处长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五行的 我大概都知道了 但是对于这些的 这个叫做高 高度的跟中度的这些区域 可以去除吗 然后它的高度是怎么样 有限制吗 包括议员 这个土壤易化并不是说 表示这个地方不能盖 高度其实也没有任何限制 其实是说在设计上 跟未来施工上的部分 应该要特别加强这个部分而已 那这个部分在921大地震以后 相关的建筑法规基本上都已经有相关的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 依照现有的这个建筑基础规则来办理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说明 那我们在 您请坐 我们在核发建造的时候 有没有针对这些比较特殊的这些地区 我们有给一个特别要他们注意的这一个条件 或者是一些的这个资格 相关的建筑基础规则里面 针对于如果是它是公用 因为如果盖高楼的部分 属于公用的部分 所谓的高楼是几楼以上 五楼以上的这个公众的建筑物 它本身就要做地质专探 所以这个部分相关的建筑设计 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那我们有没有掌控 这个部分在技术规则里面就已经有 那一定高楼以上都还要有相关的计时签证 那这个部分都会有相关的技术人员 在做这个部分的把关 好你请坐 因为我有听说 我们那个运动公园旁边 要盖成十几楼大楼 它那个地方好像是中度的异化 当然你刚说的就是这个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它忽视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它是注重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这种房子它盖好了 也是让人家也住得很心安 所以把关还是在我们手上 不能让他这个就是随便妈妈的就让他盖好了 因为住的人不知道 因为买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个状况 然后他怎么去是在你们手上 你们要做妥善的管理 再来 我们的这个都市计划内的停车场的用地 可不可以拿来盖社区活动中心 不好意思 依照这个公共设施东风标使用办法是可以的 不过它还是有限制 就是如果盖的部分有三分之一的部分 可以做活动中心 其余的部分要做停车场 当然这个 它这一个停车场的这个是 好你请坐 它是公用的 所以它盖了这个活动中心以后 它还是要恢复到给提供这一个停车的一个停车格 所以按照这个规则来 但是在我手上有一份公文 我们的这一个应该是我们交通客这边 他认为说这个它还是停车场的使用 所以不可以拿来使用 不可以拿来做这个活动中心 说明一下好不好 应该 应该不是 因为依照这个法律是可以做的 应该是没问题 依照法律是开用多功能它可以 对 就是说这栋房子有三分之二的楼地板面积 是要做立体停车场 那这个部分才可以做活动中心 那如果你单独 但是它都还没有计划进来啊 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会后 你会后去了解好不好 是 然后那个再给我报告 它问题出在哪里 好是在哪一个停车场 那个国华社区 国华社区 好我会后的部分去了解一下 是那个 国华段106号的第一号 好谢谢吴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黄素晴议员不在场 黄素晴议员 好 黄素晴议员 很多边临海边的一个乡镇 它的那个地平面都低于 海平面大概一到两公尺之间 那所以很多乡镇 有很多车水站要来授施 已经完成的车水站大概有多少 然后已完成的用年度来啊 分析将来未完成的什么年度要一定来完成 以并啊提供本席啊 这是给我们公务处要执行 市面要的答案的那个资料的部分啊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建设处啊 我想请教一下建设处 现在啊伟建拆除的标准是在哪里 今年议定拆除几间 这第一个问题啊 希望能够提供资料给本席 第二个是说 我面对现在很多违建的部分啊 我们热令停工了 它大概阴架也下架 那就摆在那边不敢动 那真的这个问题 宜蘭县政府的建设 我们的建设处有什么因应之道 因为它影响宜蘭县的门面啊 因为停摆在那边 它也不敢再动 那整个看起来 那个屋子将来会老化的很快 那变成一个宜蘭县新的一个 不好看的景点 所以你们的因应之道是什么 一样请你们提供相关的意见给本席 以上 两处各两个问题 好谢谢 好 好 谢谢黄议员 那接下来是黄奕齐议员不在场 林金龙议员不在场 好 好 谢谢我们两个厨长 还有副长 大家辛苦了 我们今天会期到这里来结束 也谢谢崔州的企务 和秘书厅 工作同仁 好 谢谢上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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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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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